说是陆家丢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但是我看也没怎么重视嘛,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带回家,该不会是个私生女吧。 说是陆真的孩子,但是陆真当年可没结婚,说不定陆家觉得他丢人,才不愿意把他介绍出来呢。 嗨,可不是,他公司做得那么好,还不是因为他是个女人,占了性别的便宜嘛,要是咱们也是个女的,说不定比他爬得还快。 抽空参加商业酒会的陆燕舟正在角落里休息,结果隔壁就听到了几个男人不着四六编排故意念的话,他的脸色猛地就沉了下来。 助理见状,连忙询问,总裁?他端着酒杯,眼里一片冷意,手里的红酒轻摇晃,挂在杯壁上,像是染了血似的, 他一口将手里的酒喝了干净,将空了的酒杯放在了阳台上,去查清楚,外面那几个都是谁? 陆燕舟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并没有刻意压低,足够外面那几个背地里说故意念坏话的人听得清楚。 他们本就是随便口嗨,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顿时脸色直接就白了。 刚才喝下去的酒都醒了,连忙转身就要跑,然而就会这边的角落极其安静, 根本没有别人,他们才聪明地没走两步,就正好撞上了依靠在墙壁上的陆燕舟。 他的嘴角还勤着一抹淡笑,然而眼底却充满了冷意,他淡淡地开口,怎么都走了? 我还没听尽兴,我倒是不知道,最近念念只是忙了点,暂时没时间举办这些耽误时间的宴会,倒是让你们浮想联翩。 那几个人一个个脸色善善,也不知道他听去了多少,但是这种背地里讲坏话,被人当面抓住,几个人心里都觉得发毛。 陆总裁,没想到您也在这里,我们几个都喝多了,嘴巴见,您就当我们都是放屁吧,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这就跟你道歉。 不在这里,怎么能听到你们说的这些话呢?真是精彩,认识得知道你们都是圈子里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村子里嚼舌根的村妇。 其中一人是最近还在努力申请陆氏的注资,这会顿时待不住了,连忙抬手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对不住,对不住。陆总裁,喝点猫尿就开始上头,我不该胡说八道的。 陆燕洲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自己扇耳光,像看戏似的,眼里一片机窍,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开口,你不用那么紧张,也不用道歉。 那人眼里闪过了一丝喜色,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陆燕洲也没放在心上,根本没将他冒犯故意念当回事。 结果下一秒就听到陆燕洲冷淡的声音响起,你说的人也不是我,和我道歉没有用。 不过,陆家给你注资的事儿,确实要缓缓了,陆家不会和没品德的人合作。 那人的脸色猛的一变,看到陆燕洲要走,连忙上前想要去抓他的胳膊。 陆燕洲猛地抬手了,让开了他的动作。 他的眼里带着一点不悦,助理立刻上前将人拦住。 道歉,麻烦你们先离开,如果要是再在这里喧闹,骚扰我们总裁,我就要叫保安了。 陆燕洲勾了下唇,冷漠地离开,眼里压抑着怒意,又有点烦躁。 顾云念虽然认了他们陆家,但是一直不答应高调地举办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人。 家里人因为这个最近愁云惨淡的,纷纷开始回忆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所以才让顾云念这么抗拒和陆家牵扯上关系。 然而众人左想又想什么都没想出来,最后纷纷归咎于是他最开始接触顾云念的时候,把人给得罪了。 肯定是他在众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欺负了顾云念。 陆燕洲简直是有苦说不出,他一个做舅舅的,怎么可能会欺负他。 当初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就快要举着手,把利润送到他手里去了。 要真说得罪了他,那也只有因为杨精这一个可能了。 但是他和杨精,陆燕洲抬手揉捏了一下眉心,结果一抬头,就看到了杨精一身雪白的落背礼服,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慵懒地靠着台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一个男人说话。 那个男人他见过,是景阳地产老总靴的标党儿子薛阳,和他爹一样,一身爆发护气质,虽然长得人母狗样的,但私底下玩得很花。 他的名声也很差劲,他不知道杨精怎么就这么想不开,竟然和那人牵扯上关系。 尤其是他亲眼看到薛阳和不远处的一个服务生之间的眉眼官司,眼看着杨精就要端起那个服务生送过来的酒水送到嘴边,他猝着眉,再也忍不住,直接走了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薛阳本来看着杨精都要中招了,结果突然被人给拦住,当即就翻了脸。 干什么你? 没,薛阳刚要骂人,抬头看见是陆燕洲之后,立刻将剩下的话全都验了回去。 陆家现任掌权人,陆四爷,可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人物。 他脸上闪过了一丝遗憾,没想到高领之花的陆燕洲竟然也看上杨精。 他以前不是专爱青春挂吗?怎么这次竟然看上了美艳著称的杨精? 他怀揣着侥幸的心思,谄媚地看了陆燕洲一眼,陆四爷,你和杨小姐认识? 没等陆燕洲开口,杨精率先挣脱了他的前置,一把将那杯酒一眼而尽,然后冷声道。 不认识?陆燕洲阻止都来不及,眼里闪过一丝怒意,什么都喝? 我之前不是让你不许喝酒吗?杨精勾纯,漫不经心地转身,挑衅的目光从他的胸膛缓缓上移, 眸光如有实质划过他的锁骨,扫过他的喉结,最后落在了他的眼睛上。 陆四爷好雅兴,管自己的公司还不够,甚至都管到我的头上了。 我可不是你公司里的员工,你没这个权利管我。 他的嗓音慵懒中带着一丝妩媚,无声地撩拨男人的心弦。 在一旁的薛阳眼睛都快粘在他的身上了,不住地吞咽口水。 陆燕洲的脸色骤然一沉,不由分说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有没有权利,你说的不算。 杨精毫不在意地勾唇冷笑了一下,但是却没有抗拒他的拉扯,顺着他的力度跟着离开了会场。 一出来,外面就吹过来一股风,温热的风,混杂着夏日的暑气平白地让人心生造诣。 陆燕洲单手拉松了领带,刚才的那一点怒,已经散了。 我让人送你回去,你刚才喝的东西,大概率可能被人动了手脚,你最好去医院看一下。 杨精抱着胳膊站在原地看他,忽然吃得一笑,染着大红色指甲油的素白手指点在他的胸口上。 我要是不呢? 陆燕洲一把握紧他的手指,力度大的像是能将他的手指给捏断似的。 他微微眯一眼,杨精,不要挑衅我。 杨精大红的唇,在夜色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的勾人。 他微微扬起下巴,一脸金贵冷艳,我就挑衅你了,怎么样? 陆燕洲,我们说好了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那一晚,我就当作被狗咬了,你不用当真。 被狗咬了? 陆燕洲简直快要被气笑了。 杨精,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到底是谁幼稚?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我们散了。 你难道还不让我去找别的男人? 陆燕洲,别把你自己想得那么重要,我没那么专情。 杨精说这话的时候,眼底泛着冷色,说出的语气也格外的冷硬。 陆燕洲的眉心突突直跳,他怒急返笑, 好,是我多管闲事了,杨小姐请自辩。 杨精淡然地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勾,听了这话之后,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15厘米的高跟鞋,将他的腿拉得极长,修身的礼服包裹着的火辣身躯,一摇一摆,魅而不俗,像妖精似的,让人难以一开视线。 忽然他的脚步亮翘了一下,像是妖力发作似的扶住了一旁的石柱。 他停顿了一会儿,并没有回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等状态缓和了一会儿之后,他竟然再度朝着宴会里面走去。 陆燕洲使劲一咬牙,忽然大步朝前追了上去,单手超过他的腿弯,一把将他从地上给抱了起来。 杨精不动声色地勾了一下唇,在抬眼又恢复成了那冷艳的神色。 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陆燕洲直接找到他的车,把人塞进了后座,他刚想关上门,要去驾驶室,结果就被杨精给抓住了领带,拉进了车里。 站在门口的顾云念,一双眼睛瞪得极大,连旁边令他厌烦的湛思琛都顾不得了,他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如果刚才我没看错的话,那是我师姐吧。 他也没等湛思琛回答他,笑了一声,又道,没想到陆燕洲那样的人,竟然也会露出那种表情。 刚才他站在这里,正巧看了个全程,他师姐和陆燕洲两个人之间的氛围,简直就像是拉满了的弓,天雷勾地火的拉扯感,看得他都有点脸热。 师姐还说,两个人闹掰了,他看着也不像嘛。 尤其是陆燕洲,刚才隐忍地看着他师姐的眼神,恨不得直接把人给吃了,嘖嘖,顾云念嘴角带着笑,心情愉悦。 想想师姐给他当小舅妈,好像也不是不行。 战思琛站在一旁,看见顾云念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已经走了的那一对身上,他微微眯了眯一眼,嗓音低沉地开了口,羡慕,我也可以。 顾云念醋眉,一脸不解。 什么? 问完了,他就反应过来,战思琛说的是什么了,顿时脸一黑,你有病啊,谁羡慕。 说完,他转身就进了宴会里面。 这次来的都是华都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他才刚上了全球富豪榜前十名,不管私底下说什么,但是当着面,不少人都露出了试探的意思,想要合作。 毕竟,不管顾云念的身份怎么样,他手里的钱是实打实的,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如果能骗得他,答应合作,说不定能扣出不少钱出来。 一个个的都在心里暗自打算骗顾云念的钱,顾云念也漫不经心地听着,看他是否有他能看得上的项目。 湛思琛就跟在他的后面,虽然没说话,但是那黑沉着脸的模样,让所有人都不敢造词。 不少人忍不住择舌,看他这样,难道两个人还真的好事将近? 以顾云念的身价,若是嫁给湛思琛的话,那他们对待顾云念的态度,就得再琢磨琢磨了。 顾云念中途打算去洗手间,结果路过一个长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别担心了,陆燕舟说不定也只是说说,他要是真的那么在意顾云念的话,肯定不是那么云淡风轻的态度,估计刚才说那话,只是因为听到了,不好不表态度出来,说不定他回去之后就忘了呢。 刘总说得对,张总,你也别那么担心了,再说了,咱们说的难道不对吗? 他顾云念被陆家认回,结果连半个宴会告知一下都没有,还不是陆家不重视。 还有,湛四少要是真的想要娶她,也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当年他被湛家扫地出门,在国外这五年私底下到底干了什么还不知道呢? 一个无权无视的女人,弄出这么大的一个家业,说没点什么,谁信? 说完这人就猥琐地笑了起来,其他两个男人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也跟着笑了。 笑声里充满了恶意,顾云念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找麻烦, 但是如果人家都直接打在他脸上了,他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的。 他缓缓地勾起了唇,刚想说什么,忽然听到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三位大男人,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不好吧? 你们三个也都是大公司的总经理的人物,承认别人很优秀,很难吗? 非得背后这么编排顾小姐,贬低她,这样才能平衡你们的不甘心,显得你们没有那么废物白痴吗? 听到这话,三个人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他们看着眼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呵呵地冷笑了一声,威胁道,小伙子,你很勇啊,你这次来看酒会是来拉投资的吧? 得罪了我们三个人,你信不信,只要我们开口,你别想拉到一毛钱。 如果都是你们这样鼠目寸光,极度他人的投资人,我不要也罢,想必拉到了你们的投资,你们指手画脚,最后我的项目也会面目全非,我宁愿项目流产,也绝对不会和你们这种人合作的。 更何况,我相信我的能力,会有人会掩饰精的。 顾云念抬起手鼓了鼓掌,长狼非常的空旷,他这一鼓掌,清脆的啪啪声,顿时被放大了无数倍。 刚才还沉着脸,在威胁青年的刘总忽然转过头,一脸猙獰的呵斥。 谁在哪?出来?别缩头缩尾地当个乌龟。 顾云念缓缓地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我出来了,本来也没想藏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去个洗手间, 路上也能听到这么精彩的对话。 三个男人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他们忍不住心里按骂,今天到底是什么点子,怎么说两次坏话,都能撞上本人。 反倒是之前帮顾云念开口的那个青年,脸上倒是没什么变化,他看了顾云念一眼,礼貌温和地开口, 这里和你没什么关系,你还是不要掺和进来了,免得被他们报复。 顾云念笑了,眼里闪过一丝赞赏。 刚才编排顾云念的三个人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是目光在顾云念身后扫了一眼,没看见战思琛,也没有陆燕舟,顿时松了口气。 为首的刘总抚了抚自己吐出来的啤酒肚,随意地笑着开口道, 原来是顾总裁,倒是不知道你今天也过来了,我们三个刚才正在夸顾总裁,年纪轻轻就年少有为,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比不得,真是厉害。 我刚才可不是听你们这么说的。 顾云念也笑着,然而眼里却泛着淡淡的冷意,几位也都年纪不小了,敢说不敢当。 之前就被陆燕舟直说不给注资的张总,顿时脸色难看,顾总裁,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这都听不懂的话,趁早将职位换个有能力的人来做吧。 顾云念冷笑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看向刚才的青年,你是来拉投资的是吧?项目书带了吗? 青年本来还沉浸在顾云念的身份里,没反应过来,听到他这话顿时一愣,随后眼里突然迸发出了一抹惊喜。 像是有些难以置信似的,他用力地抿了抿唇,有些犹豫,真?真的吗? 顾云念接过了他递过来的项目书,简单地翻看了一遍,确实很有意思。 这是我秘书的名片,明天你带着项目书去挣心? 青年瞬间就get到了他话里的意思,脸上顿时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个项目需要的资金可能有一点点多,投入的资金在短期内肯定是没办法赚回来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一旦成功,回报率能高大百分之一百七。 顾云念将项目书盒上塞回了他的手里,资金不是问题, 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 青年这时候才反应过来,眼前漂亮的,像是一朵娇花式的女人, 是前段时间才登上全球富豪榜前十的女人。 他不知道他缺什么,但是他知道他肯定不缺钱。 他抱着项目书,一脸动容, 顾,顾总裁,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叫叶兴华,我。 一旁的张总眼睛都极度红了,他没想到,自己当孙子求爷爷告奶奶的到处求人注资求不到, 眼前这个青年就只是吹了顾云念两具马屁,竟然就踩着他们拿到了顾云念的投资。 他当即就在心里催了一口,一个女人抛头露面的出来干什么? 拿公司当玩游戏吗?这么随意的撒钱败家? 钱多不想要,可以给他呀。 张总虽然心里很看不起顾云念,但是当即就露出了一个谄媚的笑凑了过来。 顾总裁,您看我手里也有一项目,不知道你感兴趣不? 顾云念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红唇一勾。 当然,张总眼里顿时露出了一个狂喜,已经打好复稿的彩虹屁,下意识就想要脱口而出, 结果就听到顾云念又缓慢地吐出了剩下的四个字。 顾云念,不感兴趣。 张总,他脸都气歪了,垂在一旁的手,忍不住绷起青筋。 你,顾云念挑眉,怎么,我不投资,张总还想要打人吗? 不过,顾云念轻蔑地在他走样的身材上撇了一眼,刻薄地开口。 你这样,也打不过我,我奉劝你不要自取其辱。 在一旁的刘总有些看不下去了。 顾总裁,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不要做事那么绝,以后说不定谁要用得上谁, 你也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别人帮忙是吧? 他就是需要帮忙,也轮不上你们。 甚至,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我也不会让他见到你们了。 走廊的尽头,忽然传来了战思琛低沉雌性的嗓音。 众人回头,就看到战思琛冷着脸走了过来, 直接站在了顾云念的旁边,幽深的毛子在那三个人身上轻蔓了一撇, 你们,可以回去准备破产了。 三个人的脸色猛的一变,纷纷想起了前段时间得罪了顾云念的何家。 不管三个人接下来怎么哀求,结果都不会变。 战思琛为了不让他们骚扰顾云念,直接叫来了保安,把他人带了出去。 叶兴华站在一旁,呼吸有些急促,看着战思琛和顾云念, 没想到自己今天竟然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他们两个大神。 战思琛这时候才注意到,一旁仿佛像是木头庄子似的叶兴华, 他眉眼有些冷淡,不满他这么没眼色,在这里当电灯泡。 还不走?叶兴华本来是想打招呼的, 但是对上他的黑脸,瞬间就不敢开口了。 战总裁,对不起,我,顾云念忽然开口打断了他, 你不是要和我阐述你的项目吗?你现在走,不要投资了。 啊,叶兴华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了一丝茫然, 刚才他不是已经答应他,让他明天带着项目书去挣心了吗? 怎么现在又突然让他给他阐述项目理念了? 况且,刚才他不是刚说了一遍? 不过投资人是爸爸,别说顾云念现在只是让他阐述一遍项目理念了, 就算是让他现在就直接给他把整个项目全都讲一遍, 他也是可以的。 只是热血上头的时候,忽然感觉到, 战思琛忧伸的目光骤然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叶兴华顿时像是被人给泼了一盆冷水似的, 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茫然地看了一眼顾云念, 又看看战思琛,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这俩人吵架, 是不是拿他当了矛头? 叶兴华顿时纠结了起来, 这两位, 他一个都得罪不起。 现在走又不能走, 留也不能留, 他顿时露出了一个痛苦面具, 战思琛单手扯了一下领带, 冷声道, 你现在可以走了。 啊, 叶兴华纠结地看了一眼顾云念, 顾云念没看他, 反而是抱着胳膊一脸冷漠, 脸上写满了他, 如果要是走了, 这比投资就作废的意思。 他顿时嘴里犯上了一阵苦涩, 好不容易拉到的投资又吹了吗? 可是不走, 他也不敢留下来, 毕竟如果得罪了战思琛, 在华都哪怕是有顾云念撑腰, 战思哨也有的是办法让他的成果付诸流水做不下去。 他叹了口气, 朝着顾云念低头, 有些歉意地开口道, 顾总裁, 抱歉, 我就不打扰您和战总才说话了, 我突然发现项目书还需要再充分地准备准备, 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我明天再带着人和项目书去贵公司。 顾云念扯了扯嘴角, 虽然早就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 但是他心里还是不爽。 你想好了, 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的话, 我不一定还会给你投资。 叶兴华的脸色一僵, 整个人都低沉了下来, 战思琛在旁边淡淡地开口, 缺多少, 英凡给你补了。 顾云念喝得冷笑了出来, 没想到, 英凡竟然是做慈善的。 战思琛勾唇, 脸上的表情倒是比较平和, 只是眼里一片忧深, 我相信念念的眼光。 顾云念当即翻了一个白眼给他, 高高扬起下巴, 看向叶兴华, 我知道你的顾忌, 如果你今天要是留下来的话, 不但我能给你投资, 我还能帮你拉路加过来。 但是, 如果你今天要是走了接受英凡的话, 顾云念冷笑了一声, 叶兴华抿了抿唇, 脸上露出了一个苦笑, 顾总裁, 哪怕是你拒绝了我, 我其实也没有准备 要接受英凡投资的打算, 顾云念顿时露出了一个感兴趣的表情, 略意挑眉, 哦, 你不是项目急缺资金吗? 又占家给你背书, 甚至比与正新合作更好, 你竟然愿意放弃? 叶兴华叹了口气, 如实开口, 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是顾总裁率先向我抛出的橄榄枝, 占总裁现在愿意给我投资的原因, 都是因为您, 这个我心里很清楚, 就算是我真的接受了英凡的投资, 估计也不会得到重视, 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 如果不能顺利地完成它, 我宁愿从一开始就不开始, 顾云念忽然笑了出来, 摸着下巴, 一脸愉悦, 很显然叶兴华的话取悦了他,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明天带着项目书去挣心吧, 他就喜欢投资有眼光又有实力的年轻人, 顾云念欣赏的目光, 着实刺激到了战思琛, 他幽深的眸子骤然发暗, 看向叶兴华的目光危险了起来, 顾云念上前一步, 挡在了他和叶兴华之前, 淡淡道, 战总裁, 买卖不在仁义在, 你想和我抢项目, 人家还是更青睐我, 我们两个之间的积怨, 你不要牵连无辜的第三人, 你要有什么, 完全可以冲着我来, 战思琛冷笑了一声, 浑身散发着冷意, 他扣住了顾云念的下巴, 冲着你来, 叶兴华忽然瞪大了双眼, 见战思琛竟然这么当众欺压顾云念, 使劲一咬牙, 顿时想要去帮忙, 战总裁, 然而他才刚动了一下, 战思琛就梳地一下转过头来, 脸上的神色阴力森然, 滚, 叶兴华顿时被惊在了原地, 感觉一股寒意顺着四肢蔓延上来, 将他整个人的血液都冻住了, 顾云念抓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地将他掰开, 侧过脸看向叶兴华, 刚才他也是一时恼怒, 本来就不应该把他牵连进来, 他的语气很平静, 我和战总裁有事情要谈, 你走吧, 和你没什么关系, 叶兴华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是战思琛却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一直等在不远处的张帅, 再就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连忙过来拉住了叶兴华, 别人我们总裁, 叶兴华不过就是一个搞研究的, 力气当然没有张帅打, 他连拖带拽的就把叶兴华给带走了, 一时间, 长廊里因为没了其他人, 顿时安静了下来, 顾云念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战思琛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眼里的情绪翻涌, 你干什么去? 顾云念回头, 嘴角扯出了一个清潮的弧度, 去洗手间, 怎么战总裁也想去, 可惜男女有别, 战思琛顿时愣在了原地, 看着顾云念高跟鞋, 哒哒哒地从容地进了洗手间, 他眼里忽然不知道闪过了什么情绪, 他抬手捂住了额头, 顾云念从女厕所出来之后, 低着头, 在手包里找口红和粉饼, 打算补个妆, 结果还没拉开包包的拉链, 侧边忽然伸出了一只手臂, 一把扣住了他, 将他给拉了过去, 顾云念漂亮的眉眼骤然一眯, 猛地握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一拉, 想要给他一个过肩摔, 然而那人的底盘很稳定, 一击失败之后, 他迅速抬起脚朝着他的小腹踹去, 一些烈的动作, 飞快紧在眨眼间完成, 当他注意到偷袭他的, 竟然是战思琛的时候, 他的脚腕已经被男人给捏住了, 男人将他的长腿卡在了腰上, 然后顺势一推, 就将他给按在了墙上, 压了过来, 顾云念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战思琛, 你有病, 放开我, 战思琛将下巴抵在他的颈窝里, 低笑了一声, 呼出的热气浮在他的耳畔, 带起一阵麻酥的养溢, 念念, 不许再对别的男人笑, 顾云念翻了的白眼, 勾住了他的脖子, 借力用落在地上的那只脚, 用力地在他的皮鞋上踩了一脚, 毫不留情面, 战思琛微一皱眉, 但是却没有放开他, 反而惩罚似的, 掐住了他的腰, 将他用力地按向自己, 顾云念感受到他的流氓, 握住手就给了他一拳, 两个人竟然就这么打了起来, 顾云念今天穿的裙子, 非常不适合打架, 已经被他的大开大合的姿势, 从侧面撕裂开了, 然而他却不管不顾, 朝朝都朝着他致命的地方, 攻去, 战思琛只是避让, 并没有出招, 为了让他出点气, 偶尔也吃了一点他的拳头, 没一会儿, 两个人都狼狈了起来, 呼吸凌乱, 衣服更是没眼睛看, 顾云念靠着墙瞪着他, 高跟鞋早就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 他赤脚踩在地上, 雪白的足踩在大理石瓷砖上, 称得肌肤胜血, 战思琛的眉心狠狠一辙, 看了眼都被他丢到一边的高跟鞋, 冷声道, 把鞋穿上, 关你什么事, 顾云念懒得理他, 现在他这个样子, 也没办法继续参加酒会了, 他正一肚子的火气, 不想再在这里看见他, 裙摆一记, 赤着脚就往外面走, 战思琛捡起鞋子, 猛地上前追上去, 一把将他给拦腰扛了起来, 顾云念大头朝下, 精心做的头发, 早就已经凌乱地垂了下来, 他抬手就掐在了他的屁股上, 战思琛, 你放我下来, 战思琛的动作一顿, 传来的嗓音低沉暗哑, 念念, 你要是在闹, 别怪我不客气了, 索性洗手间这边离出口很近, 战思琛直接将他丢进了车里, 然后单膝蹲下, 握住了他雪白的脚, 将高跟鞋套在了他的脚上, 顾云念垂眸看他, 男人认真的样子真的很迷人, 但是他却觉得心里一股火气, 他使劲地踹了他一脚, 黄鼠狼给祭拜年没安好心, 你让开, 我用不着你, 然而战思琛却按住了他的脚, 强行给他穿上了鞋子, 然后把他往里面一推, 也跟着上了车, 车门一关上, 整个密闭的空间里, 全是他身上的气息, 顾云念醋眉, 打开另外一边的车门, 想下去, 然而战思琛却勾住了他的腰, 将人带了回来, 你穿成这样, 打算怎么出去? 顾云念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裙子已经撕坏了, 头发也乱着, 要是真的出去碰上什么人, 估计还以为他被怎么的了, 他冷哼了一声, 如果不是你, 我衣服怎么会这样? 战思琛缓缓勾唇, 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那我赔给你, 顾云念有些不耐烦, 用不着, 我不缺这点钱, 你离我远一点。 战思琛脱下西装外套, 罩在他有些裸露的双腿上, 别的都可以, 只有这个不行。 接到消息的司机小张连忙赶了过来, 一上车看到顾云念, 他也没露出什么诧异的表情, 总裁, 是先送顾小姐回家, 还是, 战思琛, 去商场。 小张也没问什么, 于是启动了车子, 战思琛注意到顾云念胸前大片雪白的肌肤, 眼眸微眯, 冷声道, 升起挡板。 顾云念冷吃了一声, 懒得理会他, 车子很快在英凡旗下的商场停了下来, 其实这么晚了, 商场早就已经歇业了, 但是因为战思琛一个电话, 商场再次灯火通明, 经理站在门口, 一看到战思琛, 就立刻列队欢迎。 总裁, 顾云念身上披着战思琛的外套, 忍不住尴尬的脚趾抠了抠地面, 又想打人了。 今天被这些人看到, 不知道明天又得传出什么消息出去, 他现在真的是神烦和他牵连捆绑在一起, 战思琛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直接带着顾云念去了他现在常穿的牌子的店里, 抬手拿了几件让他去换, 不得不说, 他的眼光很好, 顾云念一换上出来, 顿时让所有的员工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不愧是总裁夫人, 也太好看了吧。 天啊, 总裁真的好宠夫人, 竟然大半夜的带着夫人过来挑衣服。 之前不是说总裁和夫人好事将近吗? 英凡和正心联姻, 以后的华都, 可真的没人能比你了, 听说总裁夫人前段时间上了全球富豪榜前时, 真是郎才女貌, 太般配了。 顾云念听到这些夸奖的话, 脸色有些冷, 直接从自己的手包里抽出了一张黑卡, 放在了前台上, 刷卡。 战思琛站在旁边淡淡道, 记我账上。 顾云念翻了的白眼, 用不着, 我们两个还是算得清楚一点比较好, 免得我们之间再有什么纠葛。 战思琛上前, 很自然地揽住了她的肩, 低头眼里闪过了一丝温柔, 有儿子在, 我们之间永远都会有你断不掉的羁绊。 男人在之前的宴会上, 也喝了不少酒, 身上带着淡淡的酒精的味道, 并不难闻。 也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 还是因为顾云念在身边, 她比平日里的神情要松散慵懒一些, 连嗓音都沙哑醇厚了不少。 顾云念一把将她的胳膊甩了下去, 冷声道, 早就离婚了, 就算是有牵连, 也是你和你儿子之间的, 别和我动手动脚。 战思琛的胳膊又缠了过来, 强行将她扣在了怀里, 还会复婚的。 两个人面前正是等身静, 镜子里, 高大的男人搂着小巧的女人, 两个人贴得是那么近, 亲密的仿佛二人之间, 有别人根本插不进去的年龄氛围。 顾云念周围, 忍不住有些生气, 像是撕口香糖似的, 把人从自己身上撕下来。 付什么付, 你做梦复婚去吧, 宴会上你喝了多少, 跟我在这装醉耍酒疯是吧。 周围全都是商场的员工, 被那么多人盯着, 顾云念只觉得丢人。 战思琛灼热的呼吸, 伏在她的脖梗上, 嗓音带着说不出的暧昧和沙哑, 她低声道, 念念, 早晚有一天你会原谅我的, 你注定了是我的老婆。 呸, 顾云念原本还想给她留点面子, 现在见她这么不要脸, 顿时什么都不想了。 白眼一翻, 推开她, 转身就走。 店员没听到两个人说什么, 但是看着顾云念脸上不悦的表情, 顿时也知道是吵架了, 谁也不敢出声, 生怕触到战思琛的眉头。 战思琛勾唇淡淡地看着她的背影, 长腿一脉, 有些懒散地跟了上去。 她给她挑的这条裙子非常的适合她, 穿在身上, 简直像是暗夜精灵, 背后大片的留白, 让人充满移拟的遐想。 她微微醋眉, 顺手又从架子上抽了一件白色的小香蜂外套。 见两个人都走了, 经理和店员才跟着松了口气。 忽然前台的收银员惊呼了一声, 经理, 总裁夫人的黑卡落下了。 经理一愣, 快追上去啊。 收银员快哭了, 捏着黑卡不知所措。 我, 我不敢啊。 经理一跺脚, 算了, 你给我吧。 她拿过那张黑卡, 连忙小跑着追上了战思琛, 双手递了过去。 四少, 总裁夫人的卡落在我们店里了, 以后, 如果店里还有什么新品, 需要给总裁夫人送过去吗? 战思琛抬手接了过来, 嗯, 干得不错, 回去跟人事不说, 给你加薪。 经理的脸上顿时迸发出强烈的喜色。 是, 多谢总裁。 经理的喊声大得让战思琛皱起了眉, 经理顿时慌了, 声音也弱了下来, 小心地打亮了他一眼。 四少, 您, 您慢走。 战思琛, 嗯了一声, 将经理甩在了身后, 几步跟上了顾云念。 只是顾云念完全无视他, 路过他的车的时候, 连看都没看一眼, 就直接朝着前面走去。 战思琛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上车。 顾云念转头, 战思琛精致的眉眼, 在昏暗的路灯下, 仿佛被打上了一层滤镜。 他却像是没看见似的, 皱眉, 松开。 战思琛, 这么晚了, 别闹, 我送你回去。 顾云念掀起眼帘看了他一眼, 阴阳怪气地开口道, 战思哨事物繁忙, 就不麻烦您了, 我叫家里的司机来接了, 给他打电话, 让他不用来了。 凭, 顾云念听到他这么说, 冷笑地勾唇, 本来还想说什么, 忽然就被他抓住了手腕, 反捡在身后按在了车上, 然后被稳住了唇, 只是贴了一下, 一处即刻离开, 然而顾云念却错愕地 瞪大了眼睛, 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唇角, 战思琛的眼神一伸, 拇指在他的唇瓣上, 轻轻地按压了两下, 眼里的情绪汹涌, 仿佛若是能找到出口, 瞬间就能将顾云念给淹没。 念念, 我送你回去, 乖一点, 嗯? 顾云念一把推开了他, 气愤地抬脚, 就在他的小腿上踹了一脚。 你发什么疯? 他飞速地朝着街道周围看了几眼,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才松了口气。 这可是在大街上, 他一点都不想, 明天他和战思琛的花边新闻 直接成为明天的热搜。 这时候, 不远处开来了一辆车, 车子就停在了他们两个的旁边, 车门猛地被打开, 从里面下来了一个男人, 连寒暄都没有, 握住拳头, 就朝着战思琛砸了过来。 战思琛第一时间将顾云念挡在了身后, 然后抬起胳膊挡住了对方的拳头, 那人一拳没有打到, 竟然很快又握拳打了过来, 一边打还一边骂, 你敢欺负我的宝贝外甥女? 就算你是战四少, 今天我也打定了。 顾云念微微瞪大了眼睛, 看向来人, 错愕地叫道, 三舅。 陆燕铭听到他这个称呼, 整个人一击灵, 像是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 脸都红了起来, 念宝竟然叫我三舅了, 我不能白让你叫一声舅舅, 等着,看舅舅怎么爆锤, 这个臭小子给你出气。 顾云念看着他软绵绵没什么张法的动作, 战四撑听到这话之后, 动作一顿, 讲真的, 如果陆燕铭不是顾云念的舅舅, 今天谁爆锤, 谁还真的不一定, 说不定, 明天早上陆家就得去医院里, 去给陆燕铭捡, 湿了。 他余光看了顾云念一眼, 故意露出了一个破绽, 让陆燕铭打在了肩膀上。 顾云念自然是能看得出他在放水, 但是却没阻止, 甚至还冷笑了一声, 他自己愿意被打, 也不关他的事是吧。 不过三个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顾云念真的不想因为这种事情上明天的头条, 被全网都知道, 他直接拉开了陆燕铭开来的那辆车上去了, 碰了一声, 关上了车门。 没有了观看的人, 战四撑顿时也不演了, 他暗中抓住了陆燕铭的胳膊, 制住了他的动作。 然而陆燕铭却忽然特别大的叫了一声, 叫声之凄惨, 仿佛像是被他给凝断了胳膊一样, 战四撑一皱眉, 还没做出什么反应。 结果下一秒, 顾云念飞速的下车, 一把拉开了两个人挡在了陆燕铭的前面, 瞪着战四撑。 战四撑, 你干什么? 我三舅舅又不会武术, 你欺负他, 有意思吗? 战四撑的脸色一黑, 他说他被碰瓷了, 他信吗? 他幽深, 带着冷意的眸子, 看着陆燕铭, 陆燕铭却一点碰瓷的自觉都没有, 反而站在顾云念的后面, 一脸得意洋洋, 他像是一只胳膊不能动了似的垂着, 另外一只手捂住,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念念, 他不是好人, 你以后不要理他, 以后三舅舅给你找更好的男人。 战四撑的脸黑了, 被陆燕铭看见, 他顿时哼了一声, 你瞪我干什么? 以前你欺负念念, 我们家都不知情, 现在念念被找回来了, 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再让你欺负念念的。 陆燕铭甩下这句话, 被他阴冷的目光, 看得浑身有些发寒, 他咽了下口水, 抓住顾云念的手腕, 就将他带上了车, 走舅舅送你回家? 战四撑的眸光发深, 一旁的司机小张有些不安, 总裁, 战四撑脸去神色, 什么也没说, 上车, 回主宅。 顾云念原本以为陆燕铭就只是说说, 却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开车, 把他给拉到了陆家来。 看着车外陆家的别墅, 顾云念才转头看向他, 三, 舅舅, 我今天就暂时不去了吧, 毕竟连礼物都没准备。 要什么礼物? 你真的带礼物回来, 大家才不高兴呢。 陆燕铭直接给他拉开了车门, 大概是怕他跑了, 所以同时朝着别墅里喊了一嗓子, 我把念念接回来了。 陆燕铭是在路边上看到顾云念临时起义, 把人带回来的, 所以现在陆家的人还都不知道。 一听到他的喊声, 别墅里的人纷纷都出来了, 尤其是陆老夫人, 竟然走出了不属于老年人的速度。 念念, 你可算是来了, 顾云念空手上门有点尴尬, 我没想到会过来, 所以什么都没准备。 大舅母温永兰笑了, 温温柔柔地轻轻拍他的手背, 回自己家还准备什么? 见外了不是? 二舅母唐宇童也笑了, 家里这些人还想着, 怎么给你买礼物呢? 你可别给我们送东西, 你赚钱不? 唐宇童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顾云念的身份, 顿时倾咳了一声, 掩饰过去, 你赚钱那么辛苦, 我们什么都不缺, 不要浪费钱。 顾云念本来还想说点什么, 结果就被陆家人热情地给弄进了别墅里, 围了起来。 顾云念, 这么热情, 他真的有点遭不住, 主要是他师兄姐还有师父, 也都不是陆家这么热情的人。 二十年来,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平时总是一个人了, 现在冷不丁地多了这么一大家子的亲人, 他其实还有点不太适应。 陆家正准备吃晚饭, 老爷子一听说顾云念来了, 连忙吩咐厨房, 再多加几个菜, 还笑眯眯地询问顾云念, 有什么想吃的。 顾云念看着老人家期待的目光, 还是很下心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就是过来打个招呼, 毕竟宝宝们还在家里。 陆老太太当即大手一挥, 没事, 让人去把他们接过来。 正好, 咱们还没正式见过, 正好咱们再商议一下, 这个认清宴会什么时候办怎么办。 之前顾云念拒绝了举办公开她的身份的宴会的时候, 老夫人就不是很同意, 这段时间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 甚至还揣测说他们家不重视顾云念, 她顿时坐不住了。 别说不答应, 你是咱们陆家找回来的珍宝, 藏着掖着的, 外面那些人看见了, 还以为你见不得人。 我们陆家的小公主, 就应该告诉所有人, 让人收起那想欺负你的心思。 听到老太太这么说, 在旁边的陆燕明立刻插嘴, 对, 就应该举办宴会, 告诉所有人, 咱们家多重视念念, 也顺便可以给念念, 看看那些青年才俊。 妈你都不知道, 刚才我接念念回来的时候, 战思琛就在纠缠念念, 如果不是我正巧看见了, 打了她一顿, 还不知道她怎么欺负咱们念念呢。 什么? 念念没事吧? 她怎么欺负你了? 和外婆说, 我和你外公给你做主。 陆老夫人当场就变了脸色, 抓着顾云念的手, 反复检查, 见她真的没事, 才松了口, 打得好, 下次你们要是谁再见到, 就给我狠狠地打她。 敢欺负我们陆家的人, 就算是战思琛, 也不能轻饶了她。 老夫人这话说完, 顿时引起了陆家小辈的硬核, 顾云念似笑非笑地看了陆燕明一眼。 陆燕明也没觉得自己丢脸, 还朝着顾云念璀璨了一笑, 得意地跟她大哥二哥, 还有四弟炫耀, 念念可感激我了呢, 路上还叫了我三舅舅, 这话一出, 顿时在陆家炸了我。 陆老夫人, 陆老先生, 大舅陆燕红, 大舅妈温永兰, 二舅陆燕川, 二舅妈唐宇童, 全都朝陆燕明看了过去, 眼神凶残。 唯独陆燕明什么都没察觉到, 还在那洋洋得意, 叫了我好几声呢。 唉, 他见我被战思琛给打了, 还担心地挡在我的前面, 真是贴心。 陆燕红脸上虽然带着笑, 但却危险极了, 陆燕川倒是还是那张冰块脸, 但是他却偷偷地解开了袖口的扣子。 然后下一秒, 全家人一哄而上, 直接将陆燕明给揍了一顿。 这个踹了一脚, 那个打了一拳,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黑手, 大家还七嘴八舌地骂他。 你个当舅舅的, 怎么能让念念挡在你面前? 陆燕明, 你还是个人吗? 遇到危险, 你躲在念念后面? 我们家好不容易才把念念找回来, 他这些年吃了那么多的苦, 我们疼他还来不及, 你居然还惹是牵连他。 连几个小辈都趁乱揍了陆燕明一下, 陆燕明捂住了头,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打的他, 过了好半天才被放过。 他气得脸都变色了, 你, 你们, 然而刚才动手的陆家众人 一个个看上去衣冠楚楚的, 连个衣服都没褶皱, 根本看不出来到底谁才是下手的那个。 他委屈地看向陆老先生和陆老夫人, 爸, 妈, 你们怎么能看着他们打我? 陆老夫人姿态怡然地端起桌面上的红茶, 轻轻地抿了一口, 哼, 打你也是你活该, 你不护着念念就算了, 你让念念帮你挡着, 说出去我都觉得丢人, 你可真是出息了。 陆燕明, 他又委屈地看向顾云念, 念念, 你跟他们说说, 三舅舅刚才多英勇地帮你出气, 我甚至没躲在你身后。 顾云念在众人的视线下点了点头, 三舅舅确实没有躲在我的后面, 只是有些学艺不经, 我担心他受伤, 才拦住了他的。 陆老先生听了这话之后, 非但没有原谅陆燕明, 反而更生气了, 拿起拐杖指着他。 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 就跑上去惹事, 最后还得连累念念, 给你收拾烂摊子, 你还好意思说? 赶明去报个武术班, 学不成就别回来了, 我没有你这么废物的儿子, 陆燕明。 陆燕明瞪大了眼睛, 爸爸, 我这双手是摄影师的手, 你让我去学武术。 学武术怎么了? 学武术还可以保护念念, 你学照相机有什么用? 我们家难道还缺个摄影师? 陆老先生冷哼了一声, 以前就一直不满意, 儿子不务正业, 家里四个儿子, 就这个儿子醉不着调, 他平日里没少操心, 现在见他这样, 顿时忍不住训斥他。 听到陆老先生这么诋毁他的事业, 陆燕明顿时不高兴了, 忍不住还嘴, 摄影师也很厉害的好吗? 我可是要冲击全球大奖的, 我要让我的照片传遍整个世界。 陆老先生更生气了, 拐杖让他煮得咚咚直响, 哼, 还传遍整个世界, 你瞅瞅你拍的那都是什么玩意? 能当吃还是能当穿, 如果不是有家里, 你早就饿死了。 陆燕明不甘心地喊了一声, 什么荡吃荡穿, 爸你怎么那么俗气? 这是艺术, 我这是为了艺术现身, 什么艺术, 你当我不懂, 就你拍的那些破玩意, 也能当做艺术。 陆老先生见他一点不知悔改, 脸都黑了。 你大姐当年拍戏, 为了演一个被拐卖囚禁的角色, 自己模拟场景, 把自己锁进小黑屋里一个礼拜, 出来的时候, 人都大病了一场, 拍出来的角色有血有肉, 又有社会意义, 最后还拿了国内外无数的大奖, 那才是为艺术现身, 你就拿个破照相机随便拍拍, 你就为艺术现身了, 给我滚, 看见你就来气。 大概是因为提及了陆珍, 原本因为顾云念过来, 心情不错的陆老夫人眼眶顿是红了起来, 情绪也低落了下去, 陆家其他人也瞬间失去了声音。 顾云念,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亲生母亲, 他猛地抬起头, 陆, 外公, 你说的是我的母亲吗? 陆老先生顿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顾云念本来还想多问点什么, 但是见老爷子和老夫人, 都是一脸不想多说疲惫的样子, 他还是闭上了嘴, 本来陆家是想要派车, 去把三个宝贝接过来的, 不过被顾云念给拒绝了, 今天就算了吧, 毕竟太晚了, 等改天, 我专门带他们过来见你们。 陆老先生和陆老夫人眼里闪过了一丝遗憾, 不过因为刚才提及了女儿, 他俩这会儿也没那么多精力, 于是就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家里的小辈对顾云念非常感兴趣, 二舅家今年才九岁的陆家泽, 瞪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顾云念, 对家里这个突然多出来的表姐, 格外的感兴趣。 顾云念因为没有准备, 没带礼物上门, 因此就直接给自己的几个表弟, 挨个赚了一个亿当零花钱。 所有表弟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们毕竟年纪还小, 家里不会给那么多的钱花, 见他居然眼睛都不眨, 就给他们每个人一个亿当零花钱, 顿时所有人对他的喜爱值都瞬间翻倍。 尤其是陆家泽, 听说顾云念之后还要送给他游艇, 顿时表姐表姐叫不停。 唐宇童顿时皱眉, 将他给拎到了一边, 叫什么叫, 你怎么那么烦人, 你表姐容易吗? 家里又没缺你吃的穿的, 你居然要你表姐的钱? 没事儿舅妈, 我不缺钱。 顾云念听到唐宇童的话,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他怎么看上去也不像是缺钱的小可怜吧? 不知道陆家的众人, 到底是被洗脑了什么诡异的东西, 为什么一个个都觉得他凄惨孤苦还贫穷啊? 听到他这么说, 陆家的众人更联系他了, 纷纷要再给他转零花钱, 连最小的陆家泽, 都不仅将顾云念刚才给他的那一个亿的零花钱退了回来, 还把他卡里所有的零花钱也一起转给了他, 并且瞪着圆润的大眼睛, 抬起手老成的想要拍拍他的头, 但是因为个子小, 最后垫脚也才刚拍到他的胳膊, 表姐, 没事, 以后我养你。 顾云念看着那一个亿后面的八万四千六百三十二块,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小陆家泽也只比他儿子大五岁, 个子也没高多少, 他没忍住抬手, 就捏住了他的脸颊揉了揉, 零花钱当然都退回去了, 他又不缺钱, 干嘛要那么多的钱? 陆家众人的钱赚来赚去的, 毕竟数额巨大, 搞得银行还以为他们一家子都被盗刷了, 还打来了电话确认。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陆老夫人的笑容还是有些勉强, 年纪大了, 食欲也没那么好了, 吃了一点就下桌了。 顾云念去洗手间出来, 路过一个房间, 发现房间的门没有关, 陆老夫人坐在里面, 无声地抽气着。 陆彦川这才重新高兴了起来, 捧着脸嗡了一声, 看表情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但是顾云念的手机, 却收到了陆彦川转过来的一百亿。 拿去花, 舅舅有钱能养你, 没钱再管舅舅要, 不要那么辛苦。 顾云念顿时服额, 陆家上下这一言不合, 就给钱的毛病,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 怎么就觉得他缺钱? 难道他们不记得, 自己前段时间才刚上了全球富豪榜前十吗? 有顾云念在车上, 车子一路平稳地开进了小区。 看出了他的意思, 顾云念直接邀请了他进来。 本来说要回实验室的陆彦川只是犹豫了片刻, 就直接跟上顾云念进了大门。 三个宝贝还没睡, 早就接到了电话知道顾云念去陆家了。 听到玄关的声音, 纷纷哒哒哒地跑了过来, 其声喊道, 妈咪! 然而, 当看到陆顾云念一步的陆彦川的时候, 又都停了下来。 询问的眼神放在了顾云念身上, 暗示他解释, 为什么他跟着一起来了。 顾云念抬手在离得最近的小天头上摸了摸, 这是你们川就老爷? 小天小陈小星眨眨眼, 一脸乖巧的奶声奶气地叫道, 川就老爷? 小星人小嘴快, 叫完就抓住顾云念的衣角, 哼唧了一声, 清脆地问道, 妈咪, 为什么是叫救老爷呀? 顾云念沟唇, 一脸温柔地解释道, 因为你们川救老爷是妈咪的二舅舅。 小星点点头, 走到了陆彦川的旁边, 仰起小脑袋, 之前陆家众人来的时候, 他其实见过, 只是那时候的人太多, 他记不清了, 现在就陆彦川一个人, 他这才认真仔细地看了看他。 陆家小辈根本就没有女孩子, 看到小星, 陆彦川一颗操汗心, 顿时就软成了一滩水, 连忙半蹲下来, 与小星平齐, 方便他看。 小星伸出小手, 在他的脸上摸了摸, 歪了歪小脑袋, 一脸疑惑, 就老爷好年轻啊, 为什么没有胡子? 这话顿时把陆彦川给问猛住了, 他本来就不善言辞, 更加不擅长和小孩打交道, 就连他儿子, 在家里, 他都是严父的教育, 但是儿子只是个臭小子, 小星不一样, 软软的一小团跟棉花似的, 笑起来像是小天使一样, 看着小星, 他仿佛看到了顾云念小时候的影子, 他也没想太多, 连忙硬承道, 回去救老爷就续胡须, 顾云念站在一旁听到这话, 顿时一脸无语, 小星觉得他手忙脚乱的样子, 觉得有趣, 顿时捂着嘴笑了起来, 陆彦川见他喜欢自己, 心里高兴, 一高兴, 就拿出了手机给自己的助手打了一个电话, 十分钟之后, 顾家的大门被敲响, 一个新型的机器人被放到了顾家的客厅里, 陆彦川有些不安地看着小星, 这是救老爷送给你的礼物, 喜不喜欢? 只喜欢不娃娃的小星顿时皱起了眉头, 一脸嫌弃, 太丑了, 被家里的小祖宗给嫌弃了, 陆彦川顿时觉得心口被插上一把刀, 整个人都失落了起来, 倒是小天和小陈高兴坏了, 围绕着机器人转了几圈, 小星被他抱在怀里, 见他失落的样子, 有些不忍心, 抬起软乎乎的小手, 在他的脑袋上摸了摸, 穿救老爷你别伤心, 审美不好不是你的错, 以后我教你, 跟着我学, 用不了多久你的审美就能再现了, 陆彦川认真的点头, 那就老爷以后, 就靠小星指点了, 小星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陆彦川实验室的助手, 看了一眼小星怀里抱着穿着的布娃娃身上, 那粉红色的泡泡裙, 实验室以后要改成这种风格了吗, 他的嘴角抽了抽, 还是不了吧, 和小星友好的探讨了审美之后, 陆彦川看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小星倒是没什么感觉, 不过想着他答应自己, 下次再来给他带和他怀里的小绵绵一样好看的机器人, 而且能动, 能说话, 还能陪他玩, 他倒是多了一点期待, 顾云念看着小天和小陈, 一边打哈欠, 也不可能睡觉, 抬手将三小只撵去了房间, 今天如果不是陆彦川过来, 他根本不会让他们玩这么晚, 快点去休息, 明天你们还要去上学, 如果要是再不睡的话, 我就将你们的大机器人没收了以后, 也不让你们救老爷, 给你们送礼物。 小天和小陈鼓起了小包子脸, 虽然眼里闪过了不情愿, 但还是很乖巧地朝着房间走去, 小星抱着怀里的娃娃,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妈咪, 我今天晚上可以和你一起睡觉叫吗? 顾云念半蹲下身体, 在他精巧的小鼻子上刮了一下, 想和妈咪一起睡觉呀。 小星点了点头, 举起了怀里的娃娃, 嗯, 小绵绵也想和妈咪一起睡觉叫, 顾云念没忍住笑了出来, 那好吧, 今天晚上我们小星还有小绵绵就陪妈咪睡。 小天和小陈忽然停下脚步, 一脸期待地看着顾云念, 妈咪, 顾云念摇了摇头, 你们不是总说自己是大孩子吗? 大孩子的话, 怎么还能和妈咪一起睡觉? 不过, 如果你们要是乖乖的话, 妈咪可以答应你们周末去陆家见你们太婆。 好, 顾云念带着小星去房间, 然后看着小天和小陈上床, 在他们两个的额头上, 印上了一个吻, 才关了灯。 小星躺在大大的床上, 一双眼睛璀璨得像是星星似的, 一点愧意都没有。 顾云念抬手摸了摸她, 怎么不睡觉? 小星飞快地答道, 再等妈咪讲故事。 顾云念笑了, 那你想听什么故事? 她拿出了儿童故事书, 翻开了还没讲的部分, 那今天给你讲匹诺曹好不好? 小星乖乖地点了点头, 顾云念拿着童话书, 声音温柔又柔软, 橙黄色的灯光下, 小星却始终瞪着眼睛。 顾云念讲完最后一句, 有点无奈, 怎么还不睡? 瞪这么大的眼睛, 是想跟妈咪比谁的眼睛大吗? 小星捂住了自己的小鼻子, 眼睛水汪汪的里面藏着雾气。 妈咪, 皮诺曹说谎, 鼻子就会变长, 我们也会吗? 顾云念愣了一下, 小星怎么那么问? 小星乃声乃气地叹了口气, 妈咪不是让我和哥哥们对外说今年三岁吗? 可是小星和哥哥们今年已经四岁了, 我们会不会以后就尝尝鼻子了? 顾云念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凑过去, 用自己的鼻尖蹭了蹭他的小鼻头, 故意逗他, 那妈咪也说谎了, 妈咪要和你一起尝尝鼻子了怎么办? 小星想了想自己鼻子尝尝的样子, 眼睛都有点红了, 想哭, 但是又忍住了, 更艳地吸了两口气, 那, 那就, 那就算我们家遗传吧, 反正一家人都是长鼻子, 也不奇怪了, 顾云念快要被小星给可爱死了, 凑过去亲了亲他的小脸蛋, 我的小星怎么那么乖? 母女两个说了一会儿话, 小星也就困了, 没多大一会儿之后, 就睡着了, 倒是睡着了, 还捂住鼻子音音, 我没有鼻子变长, 顾云念在他的额头上, 印上了一个吻, 简直乐不可知, 才刚想睡觉, 结果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顾云念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战司撑, 他微微皱眉, 当场就挂断了, 然而很快, 他竟然又打了过来, 眼看着自己不接, 他就有要打上一晚上的准备, 顾云念这才小心地离开了卧室, 接起来了电话, 电话里,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只有清晰的呼吸声, 这么晚了, 战司撑打电话过来干什么, 不说话, 我就挂了, 战司撑在那边低声笑了一声, 声音暗哑, 带着强势霸道的感觉, 开门, 顾云念, 顾云念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声, 想到那个最有可能的打, 他脸色都不好看了, 你大半夜的发什么酒疯, 要发疯找别人去, 别来打扰我, 挂了, 他飞速地挂断了电话, 然而心却乱了起来, 那家伙, 该不会真的找到他家里来吧, 虽然他已经很努力地保密了, 但是在华都, 只要战司撑想要找他的下落, 虽然可能会难一点, 但是不可能找不到, 不过就算是找到了又怎么样, 只要他不开门, 他就算是来了也进不来, 顾云念哼了一声, 转身回卧室去了, 然而他挂断了电话之后, 不知道, 两个小家伙, 竟然偷偷地从卧室里跑了出来, 打开了机器人的开关, 悄悄地让他开门, 带着他们两个出去了, 陆彦川实验室研究出来的这一款机器人, 还没有上市, 是最新型的, 拥有侦察, 防盗, 防拐, 家务, 安保等一体的功能, 小天和小陈都觉得特别的炫酷, 因为在家里不好施展, 两个小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大的胆子, 竟然跑了出去, 他们家住的是别墅区, 院子里有很大的一片空地, 小天看着大门的方向, 妈咪不让我们出去, 如果被知道了, 他肯定会生气的, 小陈鼓起了包子脸, 奶生奶气的一本正经开口道, 我们又不出去, 我们让机器人出去揍那个人一顿, 他肯定不会和妈咪说, 我们也不说, 妈咪肯定不会知道, 刚才他给妈咪打电话, 你又不是没听见, 以前那么欺负妈咪, 现在竟然还敢跑来骚扰他, 以前是我们年纪小没办法, 现在我们有了救老爷的机器人, 难道还会怕他? 而且, 他刚才让妈咪开门, 肯定是找到我们家了, 小天, 我们如果还不保卫我们妈咪, 家可能都要被偷了, 小天一想, 觉得也是这么一回事, 脸上露出了不赞同的表情, 他那么有钱, 不会来我们家当小偷的, 小陈要被他气死了, 我只是打个比方, 举个例子, 比喻好吗? 谁说来, 我们家里是来偷钱的? 他也有可能偷你偷我, 偷小星, 或者偷走妈咪啊? 小天一听他这话, 脸上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让机器人出去打他一顿, 等等, 我先勘探一下地形, 小陈带着小天去了监控室, 软乎乎的小手, 在键盘上飞速地敲动着, 没一会儿, 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精准地捕捉到了战斯琛的位置, 小陈冷哼了一声, 果然摸到我们家来了, 趁着妈咪和小星睡着了, 我们去把他赶走, 小天握住了小拳头, 好, 他胖乎乎跟脸偶似的小手, 在机器人的身上按了几下, 原本平和模式的机器人顿时变了, 开启了警戒模式, 两个小家伙偷偷偷地从后门放出了机器人, 让他去找战斯琛, 而他们两个人则偷偷地躲在监控室里, 默默地窥评, 战斯琛虽然喝了酒, 但是他并没有醉, 仍旧很警惕, 在机器人一出现的瞬间就发现了不对, 只是他没想到他儿子这么坑爹, 还以为自己的敌对势力放出了新型的武器来对付他, 于是他飞速地闪开机器人的攻击, 然后赤手空拳地和他打了起来, 机器人虽然很厉害, 但是到底还是死板了一些, 对付一般人可以, 但是对付战斯琛却不行了, 先卸胳膊, 再关闭操控电路板, 没一会儿, 好好的一个机器人就在他的手里变成了一堆沸铜烂铁, 小星和小天两个小家伙气得脸都红了, 他们今天晚上才刚拿到机器人, 哪里想到就被战斯琛给废了, 当即也顾不上那么多, 气呼呼地跑了出去找战斯琛要的说法, 战斯琛看见顾家的大门打开, 从里面跑出两个小宝宝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和小陈有几分相似的小天身上, 一脸错愕, 小陈像是一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 然后砸到了他的腿上, 打你这个坏人, 你居然拆了我的机器人, 小天也很生气, 眼睛都红了, 控诉地看着他, 战斯琛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 都气笑了, 一只手拎起来一个, 刚才那个机器人是你们两个小家伙放出来暗算我的, 小天捧着脸, 一脸冷漠地看着他, 你欺负我们妈咪, 难道我们还不能报复回来吗? 小陈高高地扬起脖子, 哼了一声, 是又怎么样? 哼, 战斯琛冷笑了一声, 不怎么样, 就是我得去问问你们妈咪, 她到底有几个孩子? 小天和小陈听到这话, 顿时有点慌了, 忽然想起来, 当初顾云念让他们假装自己三岁, 瞒着不让他们亲生父亲知道的事情, 他们两个忽然意识到, 由于他们胡乱闹, 直接将小天暴露在了战斯琛的眼皮底下, 他们, 闯祸了, 小天和小陈顿时挣扎了起来, 战斯琛的力气却很大, 抓着他们两个都没松开, 顾家的大门在他们两个跑出来之后, 并没有锁, 战斯琛就这么带着两小只, 还有一堆破铜烂铁进了门, 小陈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你个坏人, 放开我, 战斯琛黑着脸, 夹着他们两个直接到了别墅门口, 密码, 小陈和小天转过头, 没有, 就算是你挟持了, 我也没有用, 你别想进我们家, 战斯琛勾唇, 眼底不带一丝笑意, 直接将小陈给举了起来, 对上摄像头, 门禁拍到了小陈的脸之后, 发出咔的一声, 门锁就开了, 小陈, 小天整个人都萎靡了, 一想到睡觉前, 顾云念和他说的那些话, 他就觉得生无可恋, 他和小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明天妈咪肯定会很生气, 而且他们两个还把这个男人给引到家里去了, 他几乎已经不敢想妈咪知道后, 会是什么表情了, 战斯琛带着两个小家伙进门, 忽然客厅的灯啪的一声被打开了, 明亮的光从头顶的水晶吊灯中散出来, 战斯琛微微瞇了下眼睛, 让眼睛适应骤然从黑暗进入明亮中的光线, 在掀起眼帘, 他就看到顾云念穿了一条宝蓝色的睡裙, 外面披着一件同色系的睡袍站在旋转楼梯上, 冷着脸看着他, 战斯琛扯了扯嘴角, 漆黑的皮鞋踩在厚重的地毯上, 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他直视着不远处的顾云念, 只觉得此时他冷着脸的样子, 真的让人心痒难耐, 美得让人难以收回视线, 顾云念皱着眉, 脸色难看得要命, 烟红得纯青起, 如果我没记错, 这里不是战家吧? 战四少, 难道就没学过没有经过主人的邀请, 随便进入别人的家门, 叫做违法入侵吗? 如果这是在国外, 我现在足够可以击毙你, 还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小陈和小天被夹在战斯琛的胳膊底下, 几乎不敢抬头去看顾云念, 此时两个小家伙对于战斯琛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干脆将他们放了下来, 我来看我老婆孩子, 怎么能叫违法入侵? 而且, 念念, 就算是在国外, 你也舍不得击毙我。 顾云念冷笑了一声, 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弧度,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我舍不舍的。 而且, 我和你说过好多遍了, 战斯琛, 我不是你的老婆, 我们两个已经结束没有关系了。 战斯琛嘴角的弧度拉大了一些, 幽深的眸子直直地盯着他。 我也说过, 念念, 我们两个会复婚的, 你是我的女人, 除了我, 没有人敢要你。 小陈感觉到两个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回头就朝着他的腿砸了一圈, 不许你欺负我妈咪。 他人小, 也没什么力气, 砸到身上不疼不痒的。 战斯琛单手按住了他的头, 抬眸, 嘴角擒着一抹笑, 眼里却带着淡淡的冷意。 念念, 你到底藏了多少孩子? 如果不是今天过来, 我还不知,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惊喜。 看着小天那张和小陈相似的脸, 战斯琛眼眸里像是倒影了深渊似的, 一片忧深。 顾云念抿着衣襟下楼, 缓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冷声道, 什么惊喜不惊喜的,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马上出去, 不然我就叫保安了。 战斯琛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换, 仍旧穿的西装革履的, 甚至这么晚了, 除了刚才拎着小陈和小天, 他身上竟然连一点褶皱都没有。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金贵雅汁的气息, 只是冰冷的眼眸里, 戴上一点阴霾和戾气。 你可以叫, 我看看在华都, 谁敢动我。 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 顾云念醋眉, 你果然喝酒了, 才来我这里耍酒疯, 有什么话, 等明天你酒醒了再说。 战斯琛一把钻住了他的手腕, 浑身的气息冰冷森寒, 如果我非要现在说呢? 顾云念低头看向小天和小陈, 你们先回卧室去。 小天捧着脸抿着唇不肯走, 小陈也一脸倔强。 顾云念见他们两个这么担心, 挨个摸了摸他们的头顶, 乖, 去睡觉吧, 没事。 战斯琛见他对孩子这么温柔, 眼神顿时一闪, 幽深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痛涩, 不过转瞬即逝。 小天和小陈还不想走, 不过很快就被顾云念给劝住了。 小陈恋恋不舍地回头, 那妈咪, 她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叫我。 战斯琛闻言痴笑出声, 看着单纯的儿子, 冷声道, 怎么, 我要是真的欺负你们妈咪, 你难道还能跑下来打我? 你打得过? 小陈冷哼了一声, 我是打不过你, 但是我能给我太公打电话, 让他带上四个舅姥爷, 还有舅舅们过来打你。 明明是很严肃的氛围, 顾云念却被小陈说得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原本因为小陈和小天到处乱跑的气也散了, 眼看着他们两个乖巧地回了房间, 他才收起了笑容, 冷淡地看着战斯琛。 你说吧, 既然大半夜的来了, 就快点问, 问完了马上离开。 战斯琛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 心里一痛, 抓着他手腕的手, 下意识收紧。 顾云念被捏得微微皱眉, 抬起手就朝着他打了过去, 放开。 战斯琛瞬间抓住了他另外一只手, 将他按在怀里, 嗓音低沉沙哑。 你对孩子那么温柔, 为什么唯独对我这么冷漠? 念念, 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孩子们需要爸爸, 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顾云念冷冷地看着他, 就算是他们需要爸爸, 也轮不上你。 战斯琛, 你说的是你的那些师兄们吗? 顾云念仰起头, 一脸高傲冷漠, 当然不是, 宝宝们从来都不排斥我在婚。 战斯琛, 你不是我们的选择, 也永远都不会。 战斯琛忽然低头堵住了他的唇, 让他伤人的话, 再也不能说出来。 他吻得很急, 从看到小天的那一瞬间, 他的心里就一直燃烧着一股火。 现在这股火蔓延起来, 烧得他浑身都疼。 顾云念没有动, 没有反抗, 也没有银河, 像是最开始那样, 冷漠地对着他。 战斯琛稳着稳着稳着停了下来, 将下巴抵在他的颈窝上, 念念, 我不会放弃的, 你那个永远, 我会让他变成不久之后。 他松开顾云念, 将他有些凌乱的衣服, 重新整理好, 指着门外那一堆破铜烂铁, 两个小家伙, 仗着有那东西就跑出去了, 也不知道危险, 这是陆家老二研究出来的新型机器人吧, 你告诉他, 这种破烂, 还是不要拿出来了。 顾云念拧了一下眉, 看了门口那一堆东西, 才勉强认出来, 这是今天晚上陆彦川带来的机器人, 看着那零散的软件, 他的嘴角抽了抽, 看着确实没什么卵用, 但是, 看着战斯琛这么高高在上, 不屑一顾的样子, 顾云念心里又不爽, 冷笑了一声, 故意道, 你放心, 你的原话, 我会给你转告我二舅舅的, 战斯琛的眉心一跳, 猛地掀起眼帘, 对上他的视线, 顾云念挑衅地看着他, 一脸, 我就是故意的模样, 战斯琛抬手扶额, 嘀嘀地笑了, 念念, 你觉得, 告诉他, 会给我追气制造麻烦是不是, 顾云念翻了一个白眼, 根本懒得理他, 直接拉开了玄关的门, 毫不留情, 出去, 战斯琛单手扯松了领带, 路过他的时候, 忽然伸手按在了他旁边的墙壁上, 将他困在了自己的胸膛和墙壁之间, 淡淡的酒香, 和他身上凛冽的气息混在一起, 熟悉的顾云念眼神闪了闪, 他板着脸, 抬眼看他, 你还想干什么? 你发疯没完事吗? 战斯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忽然修长的手指, 挑起他的下巴, 俯身轻轻地印在他的唇角, 晚安, 看着他, 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开了, 顾云念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他还以为他, 看见小天会询问小天, 到底是谁的孩子, 却没想到, 他竟然什么都没问, 战斯琛走出顾家的别墅, 上车后, 展开手掌, 掌心躺着一根柔软地戴着毛囊的属于小孩子的短发, 自从上次做亲子鉴定, 被篡改了结果之后, 他这次看到小天, 他就没有那么冲动了,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但他会耐心地等待结果, 第二天, 顾云念起来, 小陈和小天都有点黏, 小孩子一没睡好, 眼睛下面就有点泛着清, 两个小家伙磨磨蹭蹭地凑到了他的面前, 鼓着脸, 一脸可怜巴巴地道歉, 妈咪, 对不起, 顾云念其实也没想过能瞒住战斯琛多久, 已经被他知道了小陈, 小天早晚都会暴露在他的面前, 他其实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倒是没什么生气的, 但是两个小家伙, 昨天晚上不听话, 私自跑出去, 着实让他有些恼火, 顾云念冷着脸, 没有立刻原谅他们, 而是淡淡地问道, 你们昨天错在哪里了? 小天垂下了头, 我们昨天答应了妈咪要去睡觉, 不应该再偷偷跑出来, 顾云念继续绷着脸, 还有呢? 小陈偷偷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鼓起了小脸, 不应该让机器人出去打那男人, 可是, 我是因为他欺负妈咪, 还跑到我们家里还纠缠你, 才让机器人出去收拾他的, 顾云念修长的手指, 在桌子上轻轻地扣机了两下, 目光落在两小只上, 没一点笑容模样, 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对这个回答满不满意。 嗯, 还有呢? 小天和小陈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写满了迷茫, 小陈试探着道, 还有, 不应该弄坏穿救老爷送我们的机器人, 顾云念没点头, 也没有摇头, 继续问道, 还有, 嗯, 小天和小陈, 坐在一旁玩步娃娃的小星都看不下去了, 抬起头,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摇了摇头, 乃声乃气道, 哎呀, 哥哥你们好笨啦, 妈咪生气, 肯定是因为你们俩的大晚上私自出门呀, 顾云念在旁边抬手揉了揉小星柔软的头发, 然后才转头, 看向小天和小陈, 现在知道, 错了吗? 小天和小陈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纷纷点头, 一脸愧疚地看着顾云念, 妈咪,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不该置自己的危险于不顾, 让你担心, 以后我们两个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顾云念深吸了一口气, 耐心地看着两个儿子, 开口道, 你们两个虽然聪明, 但也才四岁, 没有大人在旁边, 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 你们让妈咪怎么办? 难道你们还想让妈咪再经历一次, 和小陈被绑架那样的事情吗? 梁小枝纷纷摇头, 凑到了他身边, 轻易地抱住了他, 妈咪,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了, 顾云念看着他们两个乖巧的样子, 挨个揉了揉他们的柔软的头发, 知错就改, 都是好孩子, 吃饭吧, 母子四个一起吃了早饭, 三个宝贝去上学, 顾云念去上班, 最近公司投资的电影的开机仪式, 发来了邀请函, 正好七师姐是电影的女主, 他想了下, 商业酒会那天, 七师姐和陆燕洲离开, 他还不知道, 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就想着过去看看, 他让戴雷以七师姐的名义, 订了奶茶和甜点, 分发给剧组的人, 自己则是低调的, 去了阳京单独的休息室, 这个电影是一个民国题材, 民国期间军阀歌剧, 男主角是富贵人家的小少爷, 从小生活富足, 目光所见, 皆是花团紧簇, 他甚至还留过羊, 接受过新思想, 他一直过得很幸福, 直到某一天, 他们家被侵略者攻破, 全家被图, 他在中奴的掩护下狼狈逃跑, 九死一生, 被贫苦的就是女子的女主, 给救了下来, 家国, 爱恨, 新旧思想的碰撞, 整个电影的节奏非常的好, 他投资后, 杨京在他那里看到了剧本, 一眼就看中了, 所以才牵了下来, 顾云念正想着这个电影的相关剧情, 结果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 小心, 头顶响起了低沉雌性的嗓音, 对方在开口提醒他的时候, 顺便伸出手绅士地扶住了他, 顾云念连忙道歉, 抬头就发现, 扶住他的这个男人长得真的很好看, 他已经换好了戏服, 一身鼻挺龙妆, 见眉心目, 一双深邃的毛子里面仿佛刻满了风霜似的, 显得很有故事, 对方在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 很明显地愣了一下, 原本绅士地虚虚地扶在他胳膊上的手, 也下意识地用力, 身后的休息室的门忽然拉开, 一身雪白暗闻旗袍的杨京走了出来, 一看到他们俩的姿势, 就挑了下眉, 小八, 你跟秦领弟认识? 听到杨京的声音, 对方才像是终于回过神似的, 松开了手, 抱歉, 刚才看到你觉得有点眼熟, 一时间有点失态, 没关系, 顾云念摇头, 走到了杨京的身边, 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的打扮, 笑得眉眼弯弯, 师姐这么打扮, 可真好看, 杨京抬手, 将五妹的卷发别在了耳后, 露出了大颗银润的粉珍珠的耳坠, 那当然, 我可是提前跟造型师沟通了好久, 今天开场要拍女主, 为了男主假装成心事女人, 进入舞会去窃取情报的一幕, 所以两个人才打扮得这么艳光四射, 秦领弟的目光, 不自觉地落在顾云念身上, 然后才收了回来, 看向杨京, 你们聊天也不要担得太久, 等会就要开机拍海报了, 我先过去了。 一身正式的戎装的男人, 从背后看起背挺得笔直, 因为皮带将腰竖得很紧, 更衬得腰细腿长, 顾云念微微皱着眉看着她, 眼里闪过了一丝疑惑, 杨京点了点头, 转头发现顾云念一直盯着男人看, 便抬手在她的眼前打了个响指, 回神了, 怎么, 你看上秦颖弟了, 她那张脸确实能骗人, 明明已经快五十的人了, 结果看上去还像是二十出头似的, 顾云念收回了视线, 摇头,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她看上去有些面善, 阳京勾唇, 漂亮的眼眸微微泛起波澜, 轻笑了一声, 不是就好, 你们两个的年龄差距太大了, 虽然说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她岁数那么大, 肯定早就已经不行了, 顾云念, 她无语了好一会儿, 人多口杂, 你这么说, 就不怕被人听到, 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 我怕什么, 阳京一挑眉, 烟红的唇缓缓地勾起, 她又能怎么样我, 大不了你让她去证明, 我说得不对好了, 顾云念被她给噎住了, 半晌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师姐, 你这就是胡搅蛮缠了, 这种事情, 她怎么证明, 阳京顿时哈哈地笑起来, 那就是她的事了, 关我什么事, 你别打断我,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要说什么, 阳京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手里的团扇, 笑得跟狐狸精似的吸人惊唾, 这个事还没人知道, 我也是阴差阳错才知道的, 秦颖帝她这么多年, 一直不结婚, 是因为她心里有人, 但是她喜欢的那个人已经结婚了, 所以她才一直这么守着, 顾云念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真的假的, 不会吧, 她看着也不像是个大情种啊, 阳京微微眯一眼, 一脸若有所思, 这谁知道了, 听说她喜欢的那个人不是圈里的, 不过她以前有个前女友, 你倒是认识, 嗯, 我认识, 顾云念有些茫然, 阳京一看她这个样子, 就压低了声音贴了过来, 你妈, 顾云念一双猫似的眼睛, 顿时瞪得溜远, 阳京笑了笑, 眼里却一片清澈, 她半眯着眼, 淡淡道,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当初秦影帝如日中天, 火遍整个华都, 甚至还有鱼有粉愿意为她死, 大概是整个华都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顶流了, 不知道是不是怕被粉丝知道了, 做出过激的行为,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并没有公开, 不过他们两个在一起也没多久就分开了, 后来你妈退圈去世, 他们两个就再也没有什么交集了, 顾云念收回视线, 眉心轻轻地皱了起来, 师姐和我说这个干什么, 难道你觉得他会是我的亲生父亲? 杨金勾纯一笑, 笑容妩媚多情, 谁知道呢, 我就是从经纪人那听说了, 随口和你提一提, 如果你要是真的有找亲生父亲的打算的话, 倒是也可以从他身上下手试试, 说话的这会儿功夫时间就到了, 助理过来找杨金过去拍海报, 杨金看了他一眼, 你跟我一起过去吧, 之前选角的时候你不是没过来, 正好现在可以一起看看, 顾云念哭笑不得地看了杨金一眼, 看有什么用, 我也不懂, 而且都选好了角色, 总不能我看不上谁给换掉吧, 杨金脸上带着调侃的笑, 开口道, 那有什么不能的, 你是最大的投资人, 你就是爸爸, 顾云念根本没将他的话当真, 他打算看他师姐拍完就走, 下午还有一个国际会议要开, 他也是忙里偷闲, 才跑来探个班, 本来打算问问师姐和陆燕洲怎么样了的, 结果因为中途遇到情影帝, 倒是给岔过去了, 也没来得及开口, 杨金的小助理, 引着他在旁边的伞下坐好, 就去一边等杨金去了, 顾云念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师姐那碾压全剧组的美貌, 心里有些舒服, 打算等他拍完戏之后, 好好犒劳一下他, 毕竟颜值能打, 还会演戏, 这部电影要是爆了, 绝对能给他带来不少的分红, 因为秦影帝过来得早, 之前就已经提前拍好了, 等开始拍杨金的时候, 除了几张合照, 就没他神妖事了, 他看了一眼顾云念, 缓步走了过来, 轻声问道, 我能坐在这儿吗? 顾云念愣了一下, 抬头看他, 阳光下, 他那张俊美的脸, 更加的精致, 没有瑕疵, 不愧是能火二十年的不老男神, 顾云念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谢谢, 秦影帝坐在他的旁边, 然后从助理的手里, 接过了一杯柠檬水递了过来, 很自然地开口道, 你师姐估计还要拍一会儿, 天气比较热, 你等他这会儿, 要不要喝柠檬水降温? 顾云念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两个人毕竟只是一面之缘, 他今天过来又很低调, 除了导演和杨精, 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身份, 按理说, 以秦影帝的咖位, 不应该这么和气地和他搭讪才对, 顾云念眼眸闪了闪, 笑着拒绝了他, 哦, 不用了, 我不是很热, 而且我柠檬有点过敏, 秦影帝瞳孔狠狠地一缩, 手指尖不自然地蜷缩了一下, 然后收了回去, 一脸歉意地开口, 道歉, 我不知道你不能喝, 要不我让助理去给你买一杯现榨橙汁吧, 说完, 秦影帝还笑着扶了一下额头, 我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 吓到你了吧, 主要是你长得和我, 一个故人太像了, 而且杨精也算是圈子里一个叫优秀的后辈, 以前阴差阳错帮过我的忙, 你既然是他的师妹, 我就忍不住想照顾一下, 这样啊, 顾云念笑了一下, 也不知道信没信, 眼里倒是一片平静,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 我倒是没有吓到, 就只是有点惊讶秦影帝的平易近人了, 我叫秦继青, 你可以叫我名字, 叫影帝就太生分了, 秦继青只有笑起来的时候, 才能在眼尾看到一点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看你好像是对演戏很感兴趣的样子, 要不要在这部戏里面客串一个角色, 我可以和导演说, 给你加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进去, 等会群戏的时候, 正好在你师姐旁边, 你容貌不错, 也不会压住你师姐, 导演肯定会同意, 他说完, 忽然两个人的头顶上, 就响起了一个哪怕极力压抑了, 但还是尖酸刻薄的声音, 情歌, 这不好吧? 顾云念抬头, 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两个旁边竟然多了一个, 穿着蓝色旗袍的女艺人, 和杨精身上的那件旗袍不同, 这个艺人身上的旗袍, 也不知道是剧情需要特意做的, 还是他动手改过了, 紧身的要命, 贴着身体, 曲线毕露, 瞬间从高雅变得低俗了起来, 顾云念有些不适的皱了下眉, 倒是没说什么, 毕竟本来他也没打算演戏, 有拍戏那个时间, 他还不如回去多签一个项目, 那个蓝旗袍的艺人, 一点自觉都没有, 直接拉开了秦继青身边的椅子就坐下来了, 将手里的剧本放在了桌面上, 看向秦继青的目光, 缠绵的仿佛能拉丝一样, 电影的镜头每一分都是算好的, 如果多了他一个的话, 就要把别人的戏份挤掉, 传出去对秦哥你的名声也不好, 而且, 他挑剔的目光在顾云念的身上扫过, 轻轻地勾了下唇, 他应该没演过戏吧, 走位什么的都不知道, 到时候影响了拍摄进度, 烧投资人的钱, 要是投资人不满的话, 导演和秦哥也不好交代啊, 秦继青的脸色淡了下来, 面对女艺人的时候, 简直换了个人似的, 刚才和顾云念如沐春风的样子, 好像是顾云念的错觉, 他冷冷地开口, 自然不用你操心, 你把你的戏份演好, 不NG再来操心别人吧, 女艺人的脸色顿时有些绷不住, 难看了起来, 他僵硬地笑了一下, 将刚才当作道具拿过来的剧本摊开, 推到了秦继青的面前, 抬手别了一下头发, 厚着脸皮娇羞道, 我就是怕等会到我的戏份, 影响了拍摄进度, 所以才想要提前过来和秦哥对对戏, 他的要求很合理, 秦继青也不好拒绝, 于是点头硬了下来, 没有什么准备的直接开口, 开始吧, 整个剧本他已经很熟了, 根本不需要看, 信手拈来, 而根本就不是来找他对戏的女艺人, 却频频出问题, 台词颠三倒四, 情绪也不到位, 拿着剧本都能猛, 秦继青的脸色顿时黑了, 马上就要开拍了, 你拿着剧本都找不到台词, 就你这样的, 还好意思说别人耽误进度, 女艺人以前从来没和他一起合作的, 现在凑过来, 本意就是打着攀上他的目的, 如果要是攀不上, 也要蹭个热度炒作一下, 只是他没想到, 从一开始竟然就那么不顺, 不但顾云念一直厚着脸皮当电灯泡, 秦继青也那么不给面子, 他的眼眶顿顿时红了起来, 对不起, 秦哥, 我, 我只是太紧张了, 顾云念没忍住在旁边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以前听说好多演员拍戏连台词都不背, 到时候直接念一二三四, 你不会也是这么打算的吧, 女艺人猛地抬头, 瞪向顾云念, 怎么哪里都有你, 你这么污蔑我有意思吗, 我污蔑你, 顾云念脸上露出了一个难言的表情, 行, 你要是觉得我污蔑了你的话, 你把台词背出来啊, 你如果要是现在能背, 我就给你道歉, 女艺人听了他的话, 眼眸闪了闪, 眼底一片厌恶, 我凭什么背给你, 你只是来探班的, 连剧组的人都不是吧, 我们剧组对外是保密的, 你一个外人, 一直赖在剧组里, 倒是想干什么, 难道还真打算走后门蹭个角色, 他挑剔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尤其是落在他精致的脸颊上, 眼里闪过了一丝嫉妒, 我们剧组里的所有演员, 都是公开选角选进来的, 绝对没有走后门的人, 你就不要想了,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顾云念喝得冷笑了一声, 你也是, 你一人挺起胸膛, 一脸得意, 毫不心虚, 当然是, 顾云念勾了勾唇, 脸上的表情越发地冷淡, 当初选你的人是谁, 你一人警惕地看着他, 声音有些尖锐,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想问问, 你这样的水平, 到底是怎么力压其他人混进来的, 顾云念吃笑了一声, 看向他的目光里, 充满了淡淡的讥讽, 女一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心虚, 竟然试图抬高声音压制他, 你什么意思, 我的水平怎么了, 我只是刚才发挥的不好而已, 现在还没正式开拍, 我还没找到感觉怎么了, 就是觉得你的水平有点低, 顾云念淡淡道, 怎么了, 怎么了, 吵什么呢, 副导演听到这边的吵闹声, 顿时走了过来, 副导演姓王, 四十多岁, 就秃顶皮九度了, 女一人一看到他, 却像是看到了心爱的人似的, 浑身上下都没了骨头的, 靠在他的胳膊上, 声音粘腻地撒娇, 王哥, 他伸手指着顾云念, 这个人不是我们剧组的人, 怎么还在啊, 咱们剧组不是全程保密, 不能让人探班泄露拍摄内容吗, 而且, 刚才我和情影帝对戏, 他还说我演戏水平不行, 怀疑我是走后门进来的, 女一人往副导演的身上, 轻轻地蹭了蹭, 公然地上演要, 我是您选进来的, 他质疑我, 不就是质疑您吗, 副导演眉头狠狠地一皱, 脸黑了, 看着顾云念, 你是谁带进来的, 我们剧组不让探班, 你赶紧走, 秦继青在旁边面色发冷, 王副导, 人是我带过来的, 副导演这才看到, 被挡住了的秦继青, 脸色顿时一变, 他露出了一个为难的表情, 秦影帝, 进组前咱们就签过保密协议, 我这也不是不给您面子, 但, 命令规定的, 我也不好办啊, 虽然秦继青的名声很大, 人也很红, 还是秦家的人, 但是早些年他就已经和家族断了关系, 根本借不上力, 他一个副导演又用不上一个影帝的人脉, 当然是不怕得罪他, 所以, 副导演脸上的表情虽然看似为难, 但其实他一点都不慌, 他高傲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我现在就让人送你走, 女艺人得意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 王哥, 还得让人检查一下他的手机, 万一他要是拍摄了不该拍的东西卖出去, 到时候, 咱们剧组苦心保密地孵化到什么的, 不都白弄了吗? 副导演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还是小雅你懂事, 就按照他说的办, 顾云念听着他们两个一唱一和的话, 顿时笑了出来, 哦, 检查我的手机, 你们是警察, 还是有官方开剧的资格审查的证明? 你知道, 我手机里有什么东西吗? 如果泄露了我手机里的重要资料, 造成我的重大损失, 你们剧组赔得起? 副导演听到这话, 目光在顾云念的身上打亮了一番, 见他穿了一身运动服, 虽然看着料子不错, 但连个牌子都没有, 全身上下也没什么首饰, 顿时目光就散漫了起来, 他一脸不屑地看着顾云念, 语气嘲讽, 你是个什么东西, 说得好像你手机里有什么重大机密似的, 怎么, 你是日进抖金的总裁, 还是研究重要项目的科研大佬? 行, 要是真的造成损失, 就算是剧组真的赔你了怎么样? 你手机里有吗? 我是谁, 没必要和你交代, 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个东西, 顾云念扯了扯嘴角, 你怎么就知道, 我手机里没有什么重要机密, 你现在代表剧组直接张嘴就答应了, 给我赔偿损失, 你就一个副导演, 能做剧组的主, 副导演没想到, 顾云念竟然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完全把他的面子往地上踩, 顿时恼羞成怒, 他现在也不年轻了, 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还只是一个副导演, 其实他心里怨气特别的重, 他最恨的就是, 别人说他一个副导演, 做不了主了, 顾云念刚才那番话, 完全是精准的猜到了他的痛脚上, 他冷笑了一声, 恼羞成怒, 你也别在那扯那些有用没用的, 我能做主, 你手机里有吗? 你要是没有,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扰乱剧组秩序, 我是可以直接报警, 把你送进警察局的, 顾云念还没开口, 身后忽然传来了鼓掌的声音, 只见刚才还在拍照的杨精,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已经拍完了, 他慵懒的斜靠在顾云念身后的椅背上, 漫不经心地鼓了鼓掌, 冷笑道, 副导演真是好大的威风, 哪怕是看了那么多次, 副导演的目光落在杨精身上, 眼里还是闪过了一丝惊艳, 只是随后他的眼眸暗了暗, 杨精的来头很大, 根本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副导演能碰的, 他也只能看着心痒痒, 不过他看了一眼顾云念, 忽然眼眸一闪, 目光像是挑选昏物似的, 挑剔地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他忽然想起来, 刚才裴笑笑好像和他说, 这个女人是想要走后门, 在他们剧组混一个角色来着, 他旁边的女艺人一注意到副导演的眼神, 瞬间就一阵气恼, 心里忍不住暗骂, 这该死的臭东西, 老色批, 吃着碗里的还瞧着锅里, 真是不要脸, 如果要是顾云念真的答应了潜规则, 跟了这老东西, 他该不会为了顾云念把自己给踢出去吧, 女艺人顿时紧张了起来, 挽着副导演的胳膊的手, 也悄悄地用力, 王哥, 别跟他浪费口舌了, 咱们今天心系开机, 哪里都忙着, 哪有那么多时间, 在这跟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折腾啊, 让他走得了, 毕竟是杨姐和秦哥罩着的人, 我们哪得罪得起啊, 他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恶意, 说话的语气也别有用心, 他这话, 落在副导演的耳朵里别样的刺耳, 他就觉得更没有面子了, 副导演, 呵呵地笑了一声, 秦影帝, 杨影后, 虽然你们要罩着, 但是到底咱们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而且你也看见了, 我也想给你们面子, 但是他不肯交手机, 说不准里面拍了什么东西呢, 秦继青看向他的眼神, 都戴上了刀子, 他知道, 今天副导演这是要下了他的面子了, 他这个人, 平日里基本上不管其他的事情, 只要不是特别过分, 他都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副导演和女艺人, 今天的行为, 实在是踩到他的雷区里了, 他冷笑了一声, 你今天是非要跟我耍这个威风了, 副导演肆无忌惮地笑了下, 秦影帝, 这怎么算是耍威风呢, 毕竟我拿着环球影视的钱, 我得为公司负责呀, 秦继青微微眯一眼, 看着顾云念这张相似的脸, 他绝对不允许他对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欺负, 你知道, 环球影视是秦家的吧, 副导演一愣, 随后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根本没放在心上, 嗨, 秦影帝这话说的, 是拿秦家来压我吗? 先不说, 现在秦家当家的人是您的侄子, 就是您真的能插手秦家的事务, 我这些年认真工作, 兢兢业业, 也没什么毛病啊, 秦继青都气笑了, 他看着副导演这臭不要脸的样子, 扯了扯嘴角, 眼里闪过一丝冷色, 这些年他不发威, 真当他是您捏的了, 他懒得再和他废话, 直接招手叫了助理过来, 让他给秦家打一个电话, 他虽然不插手秦家的事务, 但也不像是外面传的那样, 一旁的忙得, 快要轰过去的导演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他黑着脸, 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压着火气呵斥道, 我忙着开机, 这副导演不干活去, 竟然跑到这来跟主演聊天, 说完, 他又转过头, 看向杨精和秦继青, 态度稍微好了那么一些, 目光扫里眼桌面上展开的剧本, 他眉心跳动了两下,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都是老戏骨了, 也别对戏了, 祖宗们赶紧的, 别歇着了, 多浪费一天, 就多烧一天的钱, 我还想这些钱都用到刀刃上呢, 这部电影是他的心血, 他足足打磨剧本准备了五年多, 现在终于开拍, 他是奔着大报拿奖去的, 坚决不肯让任何人毁了他的心血, 注意到, 除了副导演和主演, 还有其他人, 他立刻看了过来, 自觉地将目光从那个女艺人身上扫过去, 落在了顾于念身上, 他忽然瞪大了眼睛, 刚才还苦巴巴了一张老脸, 顿时笑成了一朵花, 您还在呢? 等会儿要看拍摄效果吗? 要不一会儿您就坐在我身边吧? 他这话一出, 副导演和女艺人的脸色顿时奇怪了起来, 虽然导演没有说什么, 但是那谄媚的态度, 一口一个您, 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可不敢, 顾于念抬手指着副导演和那个女艺人道, 这两位要查我手机呢, 说我是走后门来蹭角色的, 义正言辞, 影帝影后的面子都不给, 怕我偷拍了剧组里的东西, 还放话, 说我手机里的机密资料要是丢了, 造成的损失, 全都剧组来陪, 导演的瞳孔顿时狠狠地收缩, 抬手就给了副导演一巴掌, 你放屁, 查什么手机, 你配吗? 这是我们的投资人爸爸, 还赔偿损失, 把你欺骗卖了都赔不起, 都是一个公司里的, 副导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当然清楚, 但他是公司塞过来的, 他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 反正大方向有他盯着, 只要不出错就行, 他没想到, 这才刚第一天, 副导演竟然就能给他捅了那么大的一个篓子, 副导演没想到, 导演的态度竟然这么强硬, 顿时有些慌乱了起来, 不过想到自己背后的环球影视, 他又没那么害怕了, 导演, 我也是为了剧组负责, 顾云念打断了他的话, 负责就是选了这么个, 只会蹭热度, 连台词都背不下来的玩意, 导演立刻弯腰赔罪, 顾总裁都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给你道歉, 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个差错, 我现在立刻就换人, 女艺人的脸色顿时就白了, 慌乱地抓住了副导演的胳膊, 不, 不能换掉我, 只是换个女演员, 副导演倒是没啥感觉, 虽然最近挺喜欢她的, 但是她如果要是影响自己就不行了, 她立刻扯开了她的手, 女艺人见她竟然打算放弃自己, 立刻咬牙, 你们要是换掉我, 我就曝光你们剧组, 我手里有你们剧组潜规则女艺人的证据, 王彪不止潜规则了我一个人, 你们剧组好几个都是被她潜规则走后门进来的, 导演的脸瞬间黑得, 简直像是锅底一样了, 他们电影还没拍, 正处于保密阶段, 如果爆出这么个负面新闻, 肯定会影响很大, 她狠狠地瞪了副导演一眼, 都是她惹出来的事, 她使劲一咬牙, 非常痛快干脆地骂道, 你去报, 反正这个副导演我也不要了, 副导演顿时脸绿了, 赵安, 你敢换我, 你就不怕环球换掉你, 或者撤资, 他叔叔可是环球的高层, 这也是他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原因之一, 他才不相信赵安这个只知道拍电影的废物, 敢为了故意念一个小小的投资人, 就直接得罪环球的高层, 秦继青捧着脸, 看向导演赵安, 淡淡道, 放心, 这个剧本是你的, 环球不会换掉导演, 也不会撤资, 杨精在一旁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扑斥一声, 眼里全是嘲讽的笑意, 就算是真的撤资怎么了, 缺多少, 我们小八都补了, 副导演顿是傻了, 根本不相信杨精那话, 他不愿意相信的冷哼了一声, 杨颖后口气倒是大, 你知道这个电影投资了多少亿吗? 还缺多少都补了, 他补得起吗? 况且, 他敢得罪环球吗? 杨精简直快要笑死了, 他高高地扬起了下巴, 一脸高傲金贵, 在这华都, 还没有我们小八都补不起的投资, 而且得罪环球, 你还不如问问, 环球愿意为了你得罪小八吗?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副导演听他这个口气, 越发觉得不好, 眼皮都开始狂跳了起来, 他, 他到底, 一旁的导演赵安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恨不得直接上前捂住他的嘴, 你可给我闭嘴吧? 顾小姐是正心投资的总裁, 他什么身份? 区区投资肆意的电影, 拿出来说, 可别丢人了。 副导演啊的一声, 整个人都失去了血色, 一旁的女艺人也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他看着顾云念, 目光落在他精致的脸上, 这一次却再也生不起极度的心思了。 这样的人, 这样的身份, 是他一辈子都盼不起的人。 如果他要是早知道, 他心里悔恨不已, 但是导演已经不给他和副导演机会了, 直接叫了保安, 把他们两个人给拖了出去, 然后打电话给环球总部告知这边的事情。 果然那边一听说副导演得罪了正心投资的总裁, 二话不说, 立刻答应安排一个新的副导演过来, 甚至还询问他有没有什么主意的人推荐。 导演挂断了电话,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感谢地看着顾云念, 顾总裁, 真的对不起, 我没想到, 顾云念打断了他的话, 没事, 又不是你的问题, 好好拍票房大爆, 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导演听到这话, 顿时放松了, 他对自己的本事很有信心, 眼看着他哼着小曲, 叫秦继青和杨精去准备开机的第一幕, 顾云念笑着摇了摇头, 导演旁边也给他准备了一个小马扎, 顾云念坐在那看着杨精和秦继青之间火花四溅的对手戏, 顿时感觉有点微妙, 毕竟杨精, 以后可能是他的小舅妈, 秦继青是疑似他父亲的人选, 两个人凑在一起眼战火中的神仙眷侣, 他怎么都别扭, 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有点坐不住了, 正好杨精拍完, 下来休息, 顾云念走了过去, 我下午还有个会要开就先走了, 等我改天再来探班, 你这部戏拍完之后, 我请你去吃饭, 杨精哼了一声, 去吧, 去吧, 大盲人, 顾云念凑到他的旁边, 忽然压低了声音, 七师姐, 杨精掀起了眼皮, 嗯, 那天我看你和陆燕洲了, 你们和好了, 顾云念问道, 杨精勾了勾唇, 漂亮的毛子里一片皮腻金柜,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成年男女, 一夜即兴而已, 顾云念看着他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一条眉, 你真的放下了? 我不信, 他总觉得如果他七师姐, 要是真的能放下陆燕洲, 不可能还和他有关系, 如果七师姐要是始终放不下的话, 他愿意帮忙助攻, 杨精让助理给他补了补粉, 语气淡淡道, 你都放下战司撑了, 我有什么放不下的, 行了, 你快去开会去吧, 别到时候来不及, 顾云念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也确实有点紧了, 而且他师姐这应该是问不出什么了, 才哼了声打算放过他, 那天去探班之后, 顾云念就一直忙公司的事情, 没想到晚上下班的时候, 却看到了陆燕洲站在他的车旁, 他一挑眉, 一脸询问的表情看着他, 陆燕洲一点不请自来的自觉都没有, 今天他穿了一身烟灰色的西装笔挺, 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 一副斯文败类的样子, 他单手推了一下眼睛框, 斯文的勾唇, 淡淡道, 念念, 顾云念抱住了胳膊, 不太欢迎地看了他一眼, 真是稀客, 你怎么来了? 妈让我来问你, 晚上有没有时间带宝宝们回家吃顿饭? 陆燕洲回答道, 脸上的表情但是一片淡定, 顾云念长长的, 哦了一声, 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你跑到我公司来干什么? 陆燕洲扯了一下领带,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你把我拉黑了, 你不记得了吗? 顾云念文言, 没怎么走心的, 敷衍着, 啊了一声, 抱歉啊, 我忘记了, 还有这回事吗? 看他连拿手机出来, 把他放出来的意思都没有, 陆燕洲的眉心顿时跳了跳, 他单手按了一下眉心, 念念, 你这是打算为了你师姐和我老死不相往来吗? 我没有啊, 顾云念勾唇, 眼睛很亮, 我要是真的和你老死不相往来, 我现在看见你, 就应该转身就走了, 还会听你说话? 陆燕洲, 喝得笑了声, 那你连生小舅舅都没叫过, 连老三, 你都叫了, 那不一样, 顾云念微微挑眉看着他, 三舅舅不顾自身安危, 为我打过战四少, 我很感动, 陆燕洲的眼里闪过一丝错愕, 忽然失笑了一声, 那我现在也帮你打他一顿, 你能原谅我吗? 陆四爷口气, 未免也太大了, 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淡淡的男声, 顾云念转过头去, 就看到不远处一辆黑色的卡燕的车门打开, 战司琛从里面跨步走了出来, 手里还拎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 他看向陆燕洲的目光很冷, 动作也有些散漫, 但是将玫瑰花递到顾云念面前的时候, 表情却很认真, 刚从国外空运过来的, 那么大的一束玫瑰, 鲜红的刺目, 顿时引起了郑鑫和英凡两家公司下班的员工的注意, 好长时间没看见总裁松花了, 我还以为他放弃了, 啊, 今天也是被总裁夫人的美貌给迷倒的一天, 话说, 总裁夫人对面的那个帅哥是谁啊? 天哪, 好有味道, 这是两男争一女吗? 总裁夫人真的好抢手, 屁呀, 那是陆家, 陆四爷陆燕舟, 你没听到小道消息吗? 咱们总裁夫人, 其实是陆家二十年前丢失的孩子, 什么? 这是什么瓜? 卧槽, 详细讲讲, 英凡的员工小心地嘀咕着, 被旁边正心的员工听到了, 他们脸上顿时哼了一声, 你们别老叫我们总裁为总裁夫人好吧, 我们顾总裁早就和你们家总裁离婚了, 离了婚的前夫拜托, 就不要出来诈尸了好吗? 就是, 天天说我们总裁是你们总裁的夫人, 真是笑死人了, 你们总裁是不能独立行走吗? 这么深情, 当初还为了别的女人和我们总裁离婚? 真的他们家公司了, 天天碰瓷我们总裁, 我们顾总裁年轻貌美能力出众, 想要什么男人没有, 小鲜肉一把一把地抓, 何必吃回头草, 还是狠狠伤害过我们顾总裁的男人? 那边陆燕舟和战思琛还没怎么样, 这边两家公司的员工忽然就吵起来了, 你一句我一句, 差点动起手, 顾云念就在不远处, 已经听到他们吵架的内容了, 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战思琛自然也听到了, 脸黑得简直像是能低出莫来, 周身散发着森寒的气息, 眼里的杀意如有实质, 顾云念看到后, 冷了脸, 你干什么? 你干得出, 不允许别人说? 陆燕舟也在旁边轻笑了一声, 战四少, 那些人说得对, 我们陆家的小公主, 不吃回头草, 念念以后由我们陆家撑腰, 你最好还是少来骚扰她, 现在, 她不是五年前任人欺负孤苦无依的孤儿了, 说完, 她顿了一下, 故意道, 我们陆家不缺钱, 念念, 自己也有钱, 根本不需要联姻, 你就算是战家的人, 在念念面前也不值一提, 我们念念这么优秀, 找个年轻体力好性格好, 还会照顾人的小奶狗, 不香吗? 战四成幽深的眸子落在了顾云念身上, 脸颊紧绷, 嘴唇拉成了一条直线, 见她竟然没有否认的意思, 她的心里顿时泛起一阵苦涩, 嘴里也泛起酸液, 她森冷的目光落在陆燕舟身上, 看在你是念念的亲人的份上, 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 陆燕舟, 你不要挑战我底线, 我就挑战了,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陆燕舟单手解开了袖口, 动作慢条丝理, 你也年纪一大把了, 我们念念都不喜欢你了, 你也没有小鲜肉鲜嫩可口, 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 我年纪一大把了, 小舅舅! 战四成冷笑了一声, 据我所知, 你才是老牛吃嫩草的那个吧? 才三十出头的陆燕舟, 瞬间像是被插了无数把刀子, 整个人的脸都黑了下来, 她没想到, 第一次当小舅舅, 竟然是给战四成, 想想她就来气, 她冷笑了一声, 目光毫不客气地回事了过去, 战四少, 请自重,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外甥,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 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 却没想到作为关键的核心人物, 却早就已经不在他们旁边, 顾余念直接走到了正新和英凡的员工那里, 态度温和地处理两个公司之间的矛盾, 倒是把员工给哄得小脸红扑扑的, 不仅正新的员工一脸惺惺眼地看着顾余念, 连英凡的员工都有胆大的喊了一声, 顾总裁, 你还缺宠物吗? 上过大学, 读过博士, 会自己打扫卫生上厕所的那种, 小姐姐看看我, 我不想努力了, 战私撑, 一瞬间, 她周围方圆石里的空气, 都像是被她身上的冷气给冻住了, 她脸色黑沉得要命, 眼里一片绿色, 无视了陆燕舟, 快步走到了顾余念的旁边, 看着喊话的那个员工, 冷声道, 你是哪个部门的? 那几个员工猛了, 就只是脑子一热, 完全没想到居然会被自家总裁给抓住, 顿时像是安纯一样, 不敢出声了。 战私撑笑了一声, 声音低沉, 落入耳中, 带起一阵麻酥, 没事, 你们今年的年终奖, 全都取消了。 因为战私撑的话, 英凡在场所有的员工群, 全都沉默了。 顾余念见场面一瞬间凝滞, 顺势开口挖人, 如果你们要是有想要跳槽的, 欢迎给正新的HR投递简历, 届时不管过不过, 都会保密, 不会泄露你们的信息, 尽管放心投递。 正新的薪资福利待遇, 业内完全透明, 不像是某些人, 说取消奖金就取消了。 被内涵的战私撑, 在旁边都气笑了, 他喝了一声, 声音低沉有词性, 念念, 当着我的面, 挖我的员工。 顾余念斜看了他一眼, 我挖了又怎么样? 战私撑倒是没生气了, 勾纯, 哑声道, 反正都是一家人, 你如果需要的话, 应烦给你培养人才, 也不是不可以。 顾余念, 他冷冷地看了不要脸的男人一眼, 精致地眉眼微微上挑, 谁跟你是一家人? 旁边的男人收敛了平日的那种 生人物尽的森然冷意, 眸光淡淡地看着他, 倒是多了几分不真实感, 他静静地看着他, 眼底带着灼伤人的炙热温度, 一直都是, 顾余念眼去心底那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哼了一声, 自作多情, 你还是做梦去吧。 他转身走向陆燕舟, 你不是说外婆叫我回家吗? 我们现在就把, 不想和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了。 只是他还没走两步, 忽然身后传来一股强劲的力道, 握住了他的胳膊, 骤然将他向后一拉, 他就落入了一个充满轻烈气息的怀抱里。 男人自后将他拥入怀里, 低头的时候, 温热地呼吸浮在他的耳畔, 带起一阵麻酥, 他的嗓音低沉, 念念, 花你忘记拿了。 说完, 他将那好大的一束玫瑰放在了他的怀抱里。 妖艳的玫瑰花和男人炙热的怀抱, 让顾云念有一瞬间的恍惚。 他勾着他纤细的腰, 稍微用力收紧了一下, 明天我去看儿子。 雨碧, 不等他挣扎, 便骤然放开。 放开前, 顾云念其实感觉到他柔软的唇, 从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擦过他的脖梗, 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吻。 顾云念,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竟然就做出这样明目张胆的举动。 顾云念气坏了, 拿起那束玫瑰, 就想打人。 那么多人, 你还要不要脸? 战思琛扣住了他的手腕, 轻笑了一声, 人少就可以。 那明天, 呸, 顾云念当即脸一黑, 眼睛都瞪圆了。 战思琛勾唇, 喉咙里一出一声轻笑, 逗你, 如果你花, 你要是不收下, 那我就。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顾云念给打断了, 快滚。 战思琛的眼眸黑了一瞬间, 抬手捏住了他的下巴, 拇指轻轻地抹撒了一下, 念念, 乖一点。 说完, 他转身坐进了车里, 侧眸看过来的时候, 隐藏在暗处的精致轮廓, 越发的俊朗。 骨节分明修长的手指握在领带上, 轻轻地拉拽了一下, 薄唇缓缓地勾起, 带出了一个淡笑, 明天见, 车窗缓缓向上, 逐渐将男人那张脸遮挡住, 也挡住了他, 骤然变暗的眼底幽芒。 陆燕舟在旁边皱眉, 刚才顾云念和战思琛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声音很小, 他没听清, 见他这样明目张胆, 脸上的神色顿时黑沉了下来。 念念, 他威胁你什么了? 别怕, 有小舅舅在, 绝对不会让他欺负你的。 顾云念收回视线, 看了陆燕舟一眼, 你还是先管好和我师姐的事情吧。 陆燕舟顿时被噎住了, 他的脸色绷紧了一下, 眸光也逐渐变得深邃了起来。 你师姐, 最近在哪里? 顾云念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抱起了胳膊, 你问我, 我师姐又不是隐姓埋名躲在大山里去了, 以你陆四爷的本事, 想要知道我师姐的动向不是很容易。 他不让我查, 陆燕舟清俊冷淡的脸上, 染上了一丝无奈。 顾云念一挑眉, 忽然想起来在片场的时候, 杨精说话的语气, 顿时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耸了一下肩膀, 既然我师姐不告诉你, 也不让你查, 那你问我也没有用,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自己找吧。 陆燕舟。 这一次去陆家, 顾云念还特意接了三个宝宝, 准备了礼物, 算是正式上门拜访。 小天小陈小星一点都不怯场, 很快就成了陆家的团宠, 陆老夫人和陆老先生, 年纪大了, 就喜欢小孩子, 尤其是这孩子还是顾云念生的, 更是喜欢的不行, 一个个都给三个宝宝, 准备了巨额的见面礼, 顾云念也没拦着, 毕竟已经是一家人了, 大家也都不缺那点钱, 再推托, 就是见外了。 三个宝宝从小还没经历过这个, 在陆家简直乐不思数, 嘴巴甜得不行, 把二老红的眉开眼笑, 大舅陆彦宏看在眼里, 走到了顾云念的身边, 认真地开口道, 念念, 谢谢你。 顾云念一扬眉, 大舅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谢谢? 陆彦宏嘴角虽然带着 惯常会有的温润的笑意, 此时面对家人, 却真切了几分, 自从你丢了, 大姐去世之后, 二十多年了, 你外公外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笑得这么开心过, 我应该谢谢你。 他深深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谢谢你愿意接受陆家, 也谢谢你真心地愿意接纳我们。 顾云念笑了, 眼里清澈, 没有一点阴霾, 是你们先真诚待我的, 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 谁待我好, 我就对谁好, 反之一样。 陆彦宏愣了一下, 忽然哈哈地笑了起来, 抬手拍了拍顾云念的头, 看来, 以后家里人得对你更好才行, 这样才能拴住你。 已经二十多岁, 是三个孩子的妈的顾云念, 她抬手摸了一下被拍过的位置, 有点不太习惯, 一起吃饭了之后, 陆老夫人喊她, 她跟着一起进了书房。 陆老夫人眷恋地拿出了一个盒子, 摸了摸, 然后笑着, 看向顾云念, 不得不说, 你跟珍珍长得是真的像, 小星也像你。 念念, 这些年你受苦了, 你妈妈要是知道你终于被找回来, 在下面一定会高兴的。 她打开了盒子, 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小金锁, 这是当初你妈妈怀着你的时候, 特意让人给你打造的, 只是因为生得太突然, 没来得及给你戴上, 你就。 陆老夫人的话顿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接了下去, 虽然你现在已经长大用不上了, 但是, 这到底是珍珍作为母亲的一个心意, 也是你母亲留给你唯一的东西, 我一直想着, 等把你找回来的时候, 亲手给你,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个小金锁打造得特别精致, 顾云念愣了足足有一分钟, 才将那个檀木的小盒子揭了过来, 只觉得盒子里小小的金锁, 仿佛重如千金, 她轻轻地将金锁拿了出来, 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的雕花和祝福,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以为是其实是被抛弃了的, 没想到, 她竟然也是一直被爱着的人, 她的眼睛有点酸, 触碰这个金锁, 她几乎脑海中已经开始想象出了一个带着肚子的女人, 温柔地轻轻抚摸着肚皮和她说话的模样, 她仿佛看见了, 她的母亲耐心地给她准备好了一切, 满怀期待地等待她的降生, 一颗晶莹的泪珠啪的一声掉在了金锁上, 她咬了咬牙, 看向陆老夫人, 那个经纪人是谁? 陆老夫人有些怅然, 眼里划过了一丝受伤和痛苦, 当年她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算算日子, 她应该也快出狱了, 顾云念冷下了脸色, 精致漂亮的眉眼里闪过一丝利色, 只是坐牢便宜了她, 如果当初要不是她的私心, 我也不会和你们分开这么多年, 我, 母亲也不会因此抑郁去世, 母亲这个词, 对于顾云念来说, 实在是陌生, 然而在开口的那一刹那, 却仿佛已经说过几千遍了似的, 自然地就叫了出来, 忽然她的动作一顿, 抬起金锁, 仔细地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 金锁上除了花纹和祝福, 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竟然刻下了两个大写的字母, ZQ她微微眯眼, 若有所思地开口问道, 外婆, 你知道, 当初我妈妈准备给我起的名字是什么吗? 陆老夫人愣了一下, 像是没料到她会这么问似的, 想了半天摇了摇头, 那时候她为了在肚子带起来之前, 把接的合同都完成, 总是很忙, 后来肚子大了的时候, 我虽然经常去看她, 但是她也没有和我说过, 顾云念轻轻地摸着那个金锁上的两个字母, 她心里其实有个猜测, 如果她这两个字母不是她的名字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她妈妈和她的亲生父亲的名字了, 其实, 想想很有可能, 毕竟她是他们两个的脊椅, 如果前面的Z是陆真的, 真, 大胆一点想一下, 那个Q有没有可能是秦记轻的, 轻, 她虽然不想找亲生父亲, 但是她这个人喜欢未雨绸缪, 早点知道亲生父亲, 做到心里有数, 也免得以后卷入麻烦而不自知, 外婆, 你知道秦记轻, 秦影帝吗? 顾云念仿佛很随意似的, 开口问道, 陆老夫人微微皱眉, 思索了一回, 影帝, 你问她干什么? 顾云念笑了一下, 眼角弯弯, 笑得人畜无害, 就是听人说, 她好像以前和我妈妈谈过恋爱, 陆老夫人摇头, 谁都可能, 唯独她不可能, 顾云念听到这话, 顿时惊讶了, 诧异地看着陆老夫人, 为什么呀? 陆老夫人叹了口气, 你年纪小不知道, 以前秦家老太爷还在的时候, 和咱们老太爷的关系很好, 两家甚至还只父为婚, 结果两家, 在你爷爷这一辈生的全是儿子, 所以, 这婚约就传到了下一代身上, 所以, 我妈妈和秦家有婚约? 嗯, 和秦家的老大, 陆老夫人再次叹气, 抬头看着不远处摆着的陆真的照片, 原本两家关系和睦, 他俩又从小一起长大, 连姻正好凑成一段佳话, 谁能想到, 秦家那个臭小子, 非说一直都是拿珍珍当妹妹, 他在外面早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宁愿脱离秦家, 也不肯结婚, 你秦家爷爷特别生气, 直接把那个臭小子逐出家门, 结果他也去, 竟然真的在外面和那个女人结婚了,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自然婚约做不得数了, 我们陆家的女儿被人这么嫌弃, 也不能这么上赶着, 我和你外公本想着, 既然和老大不成, 婚约就算了, 哪里想到, 你秦家爷爷却非常坚持, 说和老大不成, 那就拿老二顶上, 只是这话才刚说出口, 秦家老大和他在外面娶的那个老婆, 就一起出了车祸, 只留下了一个上在抢宝的儿子, 顾云念听了之后, 顿时明白陆老夫人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 当初因为婚约, 秦家老大出去, 结果死在了外面, 哪怕和他妈没什么关系, 秦家也难免会有些怨这桩婚事, 他妈自然和秦家的人不可能再有什么关系, 想想秦家目前当家的那个人, 是当初留下的那个孩子, 就知道秦家上下都是什么态度了, 秦家老爷子, 肯定因为当初逼着老大娶他妈, 导致儿子死在外面很后悔, 所以才恨不得将一切都补偿给这个仅剩下的孙子, 顾云念修长白皙的手指, 在桌子上轻轻地扣机了几下, 其实和陆老夫人不一样, 听了他这话之后, 他觉得秦继青是他的亲生父亲的可能性更大了, 不过这个猜测, 他并没有和陆老夫人说, 只是收下了那枚金锁, 事情抽丝剥茧, 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他倒是没那么着急, 就是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 当初是否知道他妈怀孕生下了他, 裴笑笑那天从剧组被赶出去之后, 就去找了副导演, 其实他倒是没那么害怕, 毕竟顾云念虽然是正心的总裁, 但他公司并不是以文娱行业为主, 在娱乐圈的投资也多有玩票的性质, 他的公司虽然很厉害, 在外面的影响力很大, 但在娱乐圈的三巨头面前, 还算不得什么, 副导演在环球影视有人, 他觉得很快自己就能通过他再找到新的资源, 哪里想到, 副导演一看见他, 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让他滚, 副导演王标剑裴笑笑, 竟然还敢用那种眼神看他, 顿时气急败坏, 抬起脚就踹他, 你个贱人, 害得我这么惨还不够, 竟然还敢来找我, 他一边踹, 一边骂, 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 他女儿是环球高层的情妇, 因为懂事又是情之趣, 很得那个高层喜欢, 所以他才能仗着他女儿在环球耀武扬威, 哪里想到, 这次因为裴笑笑, 竟然直接得罪了顾云念, 那个高层一听说这件事, 不但把他给臭骂了一顿, 还把他女儿也给甩了, 现在他在公司已经被停职开始调查了, 裴笑笑被踹得差点霉断了肋骨, 看着他猙獰的表情, 整个人都慌了, 听懂了眼前这个男人已经废了的意思后, 他也顿时不忍了, 直接扑上去和他撕打了起来, 副导演年纪也不小了, 平时又沉迷酒色, 早就掏空了身子, 没两下就被裴笑笑给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没用的老东西, 以前看在你能给我资源的份上, 才讨好你, 现在一个落水狗竟然还敢打我, 裴笑笑使劲在他的身上踹了几脚, 见他躺在地上哀嚎, 根本爬不起来之后, 才呸了一口, 整理了衣服和头发, 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只是出了一口气还不够, 一想到自己在他身上赔了那么多, 他就心里呕呕的慌, 没了副导演, 他在环球肯定也要过得不好了, 正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结果一抬眼就看到了环球一节董佩佩, 他的眼珠顿时一转, 理了理头发追了上去, 佩佩姐, 我有关于秦影帝的事跟你说,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懂佩佩名恋影帝秦继青, 甚至当初禁卷都是为了他, 然而秦继青却一直对他不假辞色, 他这些年一直追在秦继青的后面, 仗着家世优渥, 几乎将秦继青打上了他的标签, 据为己有, 凡是和秦继青沾上一点关系的女星, 几乎没有不被他收拾过的, 果然一听到他提到秦继青的名字, 原本还高傲的一点眼光都没给他的人顿时停了下来, 厌恶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他抬起手, 漫不经心地用纸巾擦拭了一下手指, 缓缓地开口道, 说吧, 你最好能说出点有用的, 不然, 他冷笑了一声, 一脸轻蔑, 裴笑笑握住了拳头, 使劲咬牙忍了, 我要说的事儿, 不太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 我得私底下给你看, 懂佩佩厌恶的仲媒, 一点都不想私底下和他有什么来往, 但是又因为设计秦继青, 他想了想, 还是带着他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裴笑笑一进去, 就立刻开口, 佩佩姐,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 进了秦影帝和杨精一起联合主演的那部民国剧, 一听到裴笑笑说起杨精, 懂佩佩脸上厌恶的表情更明显了, 当初一听到秦继青加入剧组, 他立刻就想跟着进去演女一号, 结果却被杨精横空插了一脚, 心愁就恨, 让他怎么都忍不住脾气, 裴笑笑见他上钩, 顿时拿出了之前他让助理拍的照片, 还有视频, 放给了董佩佩看, 当初他本来是一时想不开, 想要走黑红路线, 蹭一蹭影帝的热度的, 却没想到, 偷鸡不成十把米, 反而被赶出了剧组, 助理拍的这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今天见到了董佩佩, 他顿时就想到了用处, 当时助理见顾云念和秦继青靠得那么近, 还在一起说话, 顿时找了一个暧昧的角度, 拍了不少东西, 果然董佩佩看完, 脸上的表情骤然变色, 指着视频上顾云念精致的脸, 一脸扭曲的质问, 他是谁? 裴笑笑眼珠一转, 并没有直说顾云念的身份, 而是含糊地说, 他是秦继青带来的人, 想要走后门, 塞到剧组里演个配角, 他还添油加醋地说了不少, 秦继青对他态度亲近, 关系非比寻常之类的话, 把董佩佩气得不轻, 见目的达到, 未免被殃及吃鱼, 他顿时就撤了, 哪怕董佩佩什么都没说, 他相信自己为他提供了这么有用的消息, 用不了几天, 他的经纪人就会来找他的, 董佩佩可不是他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艺人, 董家可是在华都数一数二的老师豪门, 对上顾云念, 他觉得顾云念肯定得受到教训, 正好报了自己之前被他羞辱的仇, 董佩佩今年29岁, 虽然和秦继青差了不少, 但是他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是秦继青的女人, 所以他对秦继青有一种变态的占有欲, 顾云念年轻貌美, 还得到了秦继青的优待, 他怎么都不放心, 他的动作很迅速, 裴笑笑离开之后, 立刻就让人去查了顾云念, 只是却什么有用的都没查到, 名列上顾云念的资料很干净, 只是说他是个孤儿, 五年前出国, 直到前段时间才刚回国, 他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拿到了顾云念的联系方式, 然后约到了人, 顾云念接到董佩佩的电话的时候, 有些惊讶, 董家不过只是一个二等家族, 他和他们家一向没有什么联系, 更别提他们家在娱乐圈里拍戏的女儿了, 他让代理查了一下, 才发现原来董佩佩竟然是喜欢秦继青的人, 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本来没打算赴约, 不过知道这层关系之后, 他又改变了主意, 董佩佩因为是明星, 约的地方, 保密性很高, 顾云念去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 大概是想要从气势上压住了他, 董佩佩浑身上下的穿着打扮, 只写了一个字, 故伟, 对比顾云念一身舒适的休闲衣, 和运动鞋, 两个人简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顾云念今天出门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摔倒的老人, 随手将人送去了医院, 身上衣服就蹭脏了, 他也懒得回去换衣服, 就在街边的店里随便挑了一身衣服, 全身夹起来, 也就一千多块, 董佩佩轻蔑地打亮了他一眼, 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这种穷逼, 他见得多了, 以为真的能攀附上影帝了, 不过, 当目光落在他那张精致的脸上的时候, 他的脸色有些扭曲了, 长得比他精致好看, 又年轻, 他抠住了桌子的边缘, 尖锐的指甲, 在桌面上滑出刺耳的噪音, 他冷着脸, 开口道, 你就是那个顾云念, 董佩佩的长相属于青春那一挂的, 适合走人淡如菊的路线, 然而因为, 他喜欢秦继青喜欢的几乎蜂魔的状态, 根本没办法保持那种人设, 他嫉妒的时候, 整张脸都是扭曲的, 但是又想强制自己冷静下来, 看上去很是吓人, 他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自己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扯了扯嘴角, 冷声道, 我看你的样子, 才刚出大学校门吧, 倒是没想到小小年纪, 手段倒是了得, 仗着既清心善, 就借机勾引他, 不过, 你要是打着让他给你当跳板的主意, 你就错了, 顾云念嘴角抽了抽,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随手拉开了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 拇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敲, 直接切入主题吧,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那些废话, 不要再说了, 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董佩佩咬了咬牙,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以为有秦继清给你撑腰, 就万事大吉了? 这么嚣张, 信不信, 我现在就下命令封杀你, 让你在圈子里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顾云念淡淡地, 嗷了一声, 你叫我来就说这个, 你想疯就疯啊, 你要是真能疯, 我又不在乎。 他抬起手又看了一眼表, 你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 你最好挑重点说。 董佩佩脸一黑, 你, 你不要太嚣张了, 这就算嚣张了。 顾云念扯了扯嘴角, 脸上表情带着些许嘲弄, 你确定要在最后三分钟里, 一直和我说这些废话。 董佩佩, 他简直不敢相信地看着顾云念, 他无语地冷笑了一声, 你是仗着有季青, 所以肆无忌惮, 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吗? 他的目光落在顾云念那张 充满了胶原蛋白的脸颊上, 他已经年近三十, 哪怕保养得很好, 但是肌肤的状态, 还是和顾云念这样 真正年轻的小姑娘不一样。 他使劲咬了咬牙, 看着顾云念冷冷到, 季青他人是很好, 但是你要以为仗着年轻, 就能迷惑他, 把他勾引到手里, 你就错了。 你既然已经把注意动到了季青身上, 想必早就已经调查了他是什么人了吧? 顾云念嘴角始终带着一抹笑, 静静地看着他。 董佩佩以为他在挑衅自己, 顿时冷笑了一声, 这在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秘密, 季青他不仅是影帝, 还是一流豪门秦家的公子, 他当初为了进娱乐圈和家里闹翻了, 被剥夺了继承人的资格, 如果要是回去, 必然要娶一个门当户对, 在身份上对他有帮助的太太。 他轻蔑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亦有所指道, 更何况, 秦家是什么地位, 秦家二少奶奶, 怎么可能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 你以为攀附上他, 就能嫁进豪门了? 小姑娘, 你想的未免太天真。 秦家是不可能让一个娱乐圈的戏子登堂入室的。 顾云念听到他这话, 顿时笑了, 他漫不经心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抬头看向他的时候, 眸光带上几分嘲弄。 娱乐圈的戏子, 你自己在圈子里当演员, 都看不起自己, 倒也真是有意思。 董佩佩的脸顿时黑了, 我和你们能一样吗? 顾云念感兴趣的单手撑住了脸, 指尖轻轻地按了按下巴, 语气有些随意, 哦, 怎么不一样? 他的动作随性, 像是一只慵懒的狐狸似的, 妩媚又撩人。 看得董佩佩心中暗骂, 指甲猛地用力, 差点掰断。 他高高地扬起下巴, 我父亲是董事的董事长, 我来娱乐圈只是为了玩, 我有的是钱, 你拿什么和我比? 顾云念勾唇, 协调起眉眼, 看着他, 语气调侃道, 比你年轻, 比你好看, 比你有钱怎么样? 董佩佩顿时忍不住, 脸色难看地扭曲了起来, 他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顾云念, 你别跟我装傻, 季青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你如果识相点, 就给我离开滚开他的身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不客气? 疯杀我?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 顾云念感觉有些无聊, 对董佩佩的好奇心彻底消失, 他甚至觉得自己今天抽空来见他, 完全就是耽误时间。 先不说我根本不打算进娱乐圈, 就算我真的进了, 我觉得你也没那个本事封杀我的。 与其做这个梦, 还不如从你自身开始反思, 看看秦影帝为什么不喜欢你。 顾云念微微垂眸, 端起茶杯轻轻地转了转, 抿了一口。 董佩佩听到他这话, 顿时就气炸了, 拿起旁边的茶壶, 就要朝着顾云念砸了过来。 却没想到, 顾云念动作更快, 一手抓住他的手腕, 将整个茶壶死死地按在桌面上, 另外握着茶杯的手, 直接泼在了他的脸上。 阿姨, 你这么冲动一怒, 可不好? 你叫我什么? 董佩佩气得浑身发抖, 他才比顾云念大几岁, 他居然叫他阿姨。 顾云念按着他的手,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眼里却一片冷淡。 人呢? 生气就容易长皱纹, 打在多的玻尿酸, 也抚不平你的皱纹。 更何况, 你现在在这和我恼羞成怒, 也没有什么用, 说不定惹怒了我, 就把你封杀了。 董佩佩简直快被他给气死了, 他脸上全是顾云念, 刚才喝了一口的那杯茶水, 他一想就恨不得冲上去刮花他的脸, 只是他的手被顾云念压着, 根本动不了。 他自己自从出道后, 一路到今天, 不仅是环球的一姐, 也拿过影后的奖项, 但他自己就已经身价千亿, 更何况, 他还是董家的千金, 董家虽然不是一流豪门, 但圈子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庞然大物。 眼前这个年纪不大, 野心不小的女人, 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封杀他。 他抽了两下手, 没抽动, 气得大喊了一声,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 非要吃罚酒了。 保镖。 顾云念阳眉看着他, 嘴角勾起一个计较的弧度, 想用保镖压他, 真当他是个废物了。 就算是董佩佩今天带了十个保镖来, 又怎么样? 除了战司撑, 还有没有他打不过的人? 这时候包间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董佩佩趾高气昂地吩咐道, 快把这个小贱人给我抓住, 敢泼我水, 我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你不可。 你要收拾谁? 凌冽森寒的男生在包间里响了起来, 董佩佩整个人都蒙住了, 错愕地抬头朝着门口望去。 听到熟悉的嗓音, 顾云念也抬起了头, 果然看到了一身黑色西装的战司撑, 缓步走了进来。 他的眸光忧深, 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情绪, 一张脸捧着, 蒙着一层阴霾和利器。 董佩佩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战四少。 战四少抬眼, 冷冽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你找念念的麻烦。 她的声音很冷, 像是能将人的血液都给冷到凝固似的, 董佩佩瞬间打了一寒战。 听到她对顾云念的称呼, 她顿时慌了起来, 她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 念, 念念, 战四少, 你和她认识? 战四参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吩咐跟在后面的张帅, 处理了。 董佩佩脸色瞬间苍白, 脸上的血色消失殆尽, 不, 战四少,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 我爸是董远志, 我, 战四参根本没理她, 甚至余光都没分给她半分。 董佩佩本来还想给自己解释的, 但是健壮顿时浑身发寒。 她余光扫到一边的顾云念, 忽然眼珠一转, 哀求道, 战四少,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我是看她在片场上勾引济青, 才忍不住找她的。 听着董佩佩哪怕求情, 也要给她泼脏水, 顾云念顿时笑了。 战四参静止走到了她的面前, 抬起手, 拿出一方手帕, 仔细地给她擦拭手指, 垂眸淡淡道, 这种事情, 根本不需要你亲自动手, 再有下次, 告诉张帅, 让她帮你处理了。 顾云念对战四参出现在这里, 有点惊讶, 倒也没有当众给她眉脸, 而是淡淡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战四参抬眼看她, 眼里情绪不明, 声音里也听不出什么, 有事路过这里, 刚好经理说你在这约了人, 所以来看看, 顺便撑个腰。 顾云念才不相信她的话, 有什么事能路过这里, 还被经理特意告知她的动向, 她哼了一声, 没说话。 战四参看着她脸上的表情, 极轻地笑了一声, 握住了她的手腕, 这里的事, 就交给张帅来处理。 张帅处理? 顾云念挑眉轻轻地瞥了她一眼, 我以后不想在任何场合看见她。 战四参伸手捏住了她一缕头发, 轻轻地别在耳后, 浑身的气息危险又神秘, 漆黑的毛子里, 带着令人看不懂的神色。 你放心。 董佩佩一夜之间被封杀, 所有作品下架, 代言取消, 整个人像是在娱乐圈突然消失了一样。 大家都知道她是得罪了人, 但是具体的细节却没有人知道。 外界一片震惊, 尤其是董佩佩多年的老粉。 大家都知道她是董家的千金, 来娱乐圈纯粹就是来追男人的, 连董家的人都能封杀, 她得罪的人到底是有多厉害。 不过和外界全靠猜不同, 圈子里的人, 大多都知道董佩佩是得罪了顾云念, 然后被战司称给封杀了的。 众人想起, 前不久因为得罪顾云念而破产的那两家, 瞬间仿佛看到了历史重现。 因为有前车之鉴, 董家也不敢再做什么, 哪怕女儿在娱乐圈里被封杀了, 也没敢说一个字, 甚至董志远还特意准备的昂贵精美的礼品, 来找顾云念道歉。 不过顾云念并没有见她, 她在外面到底是多着急, 没有人知道, 不过整个圈子里, 全都默认了这个事实, 那就是顾云念这个女人不能惹。 只是偏偏董佩佩却不甘心, 她寻了一个机会, 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来, 堵住了秦继青。 这些年, 秦继青对她简直反不胜反, 一看见她那张脸, 就瞬间黑了脸色, 连理她都不想理, 当作没看见这个人似的, 转身就走。 董佩佩气的眼睛都红了, 快跑了两步, 张开双臂, 挡在了她的前面。 秦继青停下来, 垂眸冷淡地看着她, 让开。 董佩佩抓住了她的衣巾, 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继青, 秦继青猛地后退了一步, 将她的手拽开, 眼里闪过一丝厌恶, 我和董小姐不熟, 请你不要这么叫我。 董佩佩错愕地看着她, 简直委屈死了。 继青, 你怎么能这么说? 这些年, 我有多爱你, 你难道看不到吗? 秦继青扯了扯嘴角, 脸色幽冷, 没有什么法律规定, 别人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负责。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这些年, 我为了你吃了多少苦, 我甚至放着好好的千金大小姐不做, 为了你逃到圈子里来拍戏,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和我没有关系。 秦继青度为所动, 脸上的表情很冷, 她的话, 像是一把尖刀一样, 刺进了她的胸口, 狠狠地戳破了她这些年来苦苦编写的虚假剧本。 董佩佩痛苦地看着她, 继青, 你怎么能这么冷漠,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喜欢过我吗? 你难道就那么喜欢那个顾云念? 她和战思琛有一腿你知道吗? 今天战思琛甚至因为我见了她一面, 就直接让人封杀了我。 秦继青脸色猛的一变, 你去找她麻烦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董佩佩使劲咬了咬舌尖, 尖锐的刺痛才让她找回了几分理智。 你听到这话, 竟然只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吗? 秦继青, 她和战思琛有关系, 你难道没听见吗? 她一边勾着战家四少, 一边还要攀着你, 勾三搭四, 竟然把你们这些男人勾得魂不附体, 可真是厉害。 怎么, 她在床上伺候你们伺候的? 秦继青抬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看向她的目光冷得吓人。 董佩佩, 我从来不打女人的, 你应该庆幸, 你是第一个, 别让我再从你的嘴里听到这些肮脏的话,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董佩佩从来没见过秦继青露出这样的表情, 顿时被惊住了, 连她什么时候离开都没发现, 董回过神后, 顿时恨得狠狠地跺了跺脚, 既然她顾云念敢做, 凭什么不让她说? 正新的总裁又怎么样, 整个华都, 也不是她一手遮天了。 她吃了这么大的亏,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秦继青一离开董佩佩, 就立刻给顾云念打了电话过去。 顾云念接电话的时候, 战思琛也在, 听到电话里低沉雌性的嗓音, 她微微眯一眼, 在旁边凉嗖嗖地开口, 她年纪不小了。 顾云念一脸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年纪小不小的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战思琛深深地看着她, 直白地问道, 你喜欢她这样的? 顾云念这次终于听出了她口吻里的醋味, 整个人都有些无语, 扯了扯嘴角, 我喜欢不喜欢的,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她转头去解安全带, 结果战思琛忽然凑了过来, 身上轻烈的气息瞬间将她整个人都给包裹了起来, 她霸道地逼近, 单手抬起她的下巴, 然后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 她吻得有些急躁, 顾云念被她压在座椅上, 被迫承受这个凶猛地吻。 顾云念没有挣扎, 任由她吻着, 直到她喘不上来气, 才终于被松开。 她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然而因为刚刚被她亲过, 整张脸都透着粉色, 眼眸里仿佛都带着淫润的水光, 嘴唇更是烟红的, 像是樱桃似的, 那一眼, 非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有些不自知的娇称。 战四称的眼眸微暗, 目光落在她的唇上, 眼神炙热, 你是我太太,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顾云念懒得和她在争执这个问题, 喝了一声, 战四少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就下车了。 等等, 战四称按住了她的手, 从旁边拿过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了过来, 顾云念没接, 只是挑眉看了她一眼, 什么? 战四称开口后顿了一下, 送你和孩子的礼物, 不用, 我和宝宝什么都不缺。 顾云念非常干脆利落地拒绝了, 战四称瞥了她一眼, 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我知道你不缺, 但是这是我作为父亲给孩子买的第一份礼物, 就算你是孩子的妈咪, 也不能问都不问, 就直接代替她拒绝了吧。 顾云念喝得笑了一声, 直接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没一会儿, 电话那边被接通, 小兴奶嘻嘻的声音隔着话筒在车厢里响起, 妈咪,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和哥哥们都在等你吃饭饭。 小孩子的声音又甜又清脆, 落在顾云念的耳朵里, 他脸上的冷淡顿时就散了, 他勾了下唇, 妈咪等会就回去, 你把电话给小陈, 妈咪有事情找他。 哦, 电话那边传来小星啪哒啪哒的跑步声, 过了一会儿, 小陈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妈咪, 你找我什么事? 顾云念挑衅地看了湛思琛一眼, 然后才开口问道, 小陈, 湛思哨说, 他作为父亲, 要送给你一份礼物, 我作为妈咪, 没有权利替你拒绝。 顾云念的话还没说完, 小陈顿时就在电话那边喊了起来, 我不要, 妈咪当然有权利, 你随便处置, 反正我不要那个男人的东西。 小陈的声音很大, 湛思琛只要没聋, 就步不至于听不见。 湛思琛被儿子拆台的话给噎住了, 看着顾云念那一脸得意狡黠的样子, 顿时觉得有些好笑, 见他挂了电话, 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就这么高兴。 我说过, 你不高兴, 我就高兴了。 顾云念解开安全带, 也不理他黑着的脸, 就直接打开车门下了车。 今天晚上如果不是他的车坏了, 他也不会答应让他送回来。 现在到家了, 他自然没那个耐心, 在跟他虚与伪仪。 眼看着湛思琛跟着一起下来, 顾云念抱着胳膊, 斜着眼睛瞥了他一眼。 你跟着下来干什么? 湛思琛, 看儿子。 顾云念, 他被噎了个够呛, 哼得转身不理他。 顾云念一进玄关, 小兴就高高兴兴地张开双臂, 哒哒哒地跑了过来, 妈咪, 你回来了? 顾云念弯腰一把将小兴抱在怀里, 任由小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才问道, 想妈咪了吗? 小兴连忙点头, 结果就看到了顾云念身后的战思琛, 他脸上璀璨的笑容, 瞬间就收敛了起来, 白嫩嫩地包子脸皱了起来, 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他怎么来了? 顾云念笑了, 揉了揉他柔软地发丝, 他来看小陈, 小陈呢? 小兴瞪了战思琛一眼, 不情愿地开口道, 在楼上, 那小兴宝贝替妈咪叫他下来好不好? 顾云念问道, 小兴深吸了一口气, 小脸圆鼓鼓的, 那好吧。 小兴登登地上楼去了, 顾云念自己换了鞋, 也没管战思琛, 你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小陈等会就下来了, 战思琛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你干什么去? 顾云念面上笑隐隐的, 实际上说出口的话, 却充满了讽刺, 怎么, 你还要我陪着? 战思琛看了他一眼, 你就是这么待客的? 顾云念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喝了一声, 反问, 你是客人? 战思琛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低笑了一声, 我确实不是客人, 战思琛人回家, 怎么能说是做客? 是吗? 战少夫人, 顾云念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不要脸, 他深吸一口气, 战思哨, 麻烦你要点脸好吗? 战思琛的声音有些戏血, 要脸, 怎么能追到老婆? 顾云念翻了个白眼, 转身就走, 都没注意到, 口袋里掉出了一个东西, 战思琛双手插在口袋里, 目光落下, 只见厚重的地毯上, 躺着一枚精巧的小金锁, 他微微俯身, 抬手捡了起来, 那梅筋锁精致极了, 一看就是非常用心设计的, 他低沉的嗓音在别墅里响起, 念念, 然而顾云念头都没回, 冷声道, 别喊我, 你要是看小陈就看, 不看就马上走, 别想我陪着你, 战思琛略一挑眉, 咽下了还没出口的话, 小陈听说战思琛来了, 死活不肯下楼见他, 战思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点没有去其他人家做客的自觉, 甚至还吩咐家里的庸人给他煮咖啡, 态度自然又熟人, 好像是他的家一样, 眼看着小陈不下来, 战思琛就坐在那不走了, 小陈在楼上坐不住了, 等着一张和战思琛同款的脸下来, 小脸臭臭地瞪着他, 喂,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赶紧走, 战思琛将他带过来的精致盒子, 推到了小陈的面前, 虽然你不愿意认我, 但作为你的父亲, 我还是很高兴, 这是不及你的, 我们父子初次见面的礼物, 小陈哼了一声, 非常高傲地别过头去, 我才不稀罕, 然而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是他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盒子上, 盒子并不大, 只从外面来看, 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 想到上次战思琛毁掉的那个机器人, 小陈别嘴, 别想讨好我, 我才不吃敌人的糖衣炮弹, 战思琛有些哭笑不得, 我是你爸爸, 给你送礼物, 你觉得是糖衣炮弹? 小陈仰起脖子, 反正我知道你肯定没安好心, 不就是想要讨好我, 然后得到妈咪的原谅吗? 才不可能, 别说妈咪, 就是我都不会原谅你。 战思琛一挑眉, 漫条丝里地打开了那个小盒子, 露出了里面非常精致的四个单独的盒子。 真的不原谅, 战思琛叹了口气, 故意道, 我还想着上次拆坏了你的机器人, 所以赔给你一个新的。 他从盒子里, 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轻轻地打开, 露出了里面一个超级炫酷的高科技感的圆球。 小陈顿时瞪大了一眼睛, 喜欢。 战思琛见他一脸感兴趣的样子, 顿时一挑眉, 小陈哼的一声转过来, 我才没有, 说谎可不是好习惯。 战思琛勾唇, 嗓音淡淡的。 小陈猛地站起身, 谁说谎了, 我不喜欢的是送礼物的人, 不行吗? 战思琛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可以, 小陈。 他偷偷地看了战思琛一眼, 发现他竟然没有生气, 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异, 见他一直在看自己, 小陈顿时捧住了小脸, 警惕地看着他, 你带着礼物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是不会收下的。 战思琛勾唇, 真的, 他拿出了个科技感十足的圆球, 不知道在哪里按了一下, 那个圆球迅速变形, 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小巧的机器人。 战思琛在掌心把玩了一下, 这只是钥匙, 机器人需要单独去取, 这一款是英凡旗下的研究所, 刚出的新款智能陪伴型机器人, 还没上市, 比上次你那个要好, 你确定不要? 小陈紫葡萄式的大眼睛, 眼巴巴地看着, 眼里写满了难以抗拒。 战思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掌心的机器人, 是小陈难以抗拒的诱惑。 他在原地憋了一会儿, 才高高地仰起下巴, 既然你都这么邀请我了, 我也不好正不给你面子, 那好吧。 小陈奶生奶气学小天故作老成的样子, 看上去可爱极了。 战思琛眼里的神色都暖了几分, 那我现在带你去。 小陈眼珠一转, 你去取来吗? 我这么小, 妈咪肯定不放心我跟你走的, 万一我长得这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你不肯放我回来了怎么办? 战思琛看着臭屁的儿子, 吃得一笑, 这么自信。 小陈笑嘻嘻地看着他, 当然啦, 不然你会追到家里来, 非要送礼物给我吗? 战思琛, 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玄关的大门忽然响了起来。 小陈一看到进来的林青行, 顿时眼里露出了惊喜之色, 猛地跳起来朝着他飞扑了过去。 四吧! 林青行一把将小陈给捞了起来, 在他身上揉了揉, 又重了。 小陈嘻嘻地笑了一把, 像是猴子似的掉在他的身上。 我要多吃点, 重一点才好嘛, 省得有人再把我给掳走。 林青行吃了一声, 抬眸就对上了沙发上正坐着的战思琛。 战思琛的目光深沉, 看向他的时候很冷。 对上他凛冽的目光, 林青行一挑眉, 家里什么时候, 谁都能来了。 战思琛冷笑了一声, 我是小陈的父亲, 为什么不能来? 倒是你, 就算是念念的师兄, 住在他家里也不好吧。 林青行气死人不偿命地哼了一声, 开口道, 只要小八愿意, 我就能住。 怎么, 你不服气呀, 你不服气, 咱们打一架呀。 我要是答应了, 你就不许再来顾驾。 怎么样? 战思琛低笑了一声, 脸上带着鸡翘的意味, 你确定? 林青行的眉心狠狠一跳, 忽然想起上次输给战思琛的一幕, 顿时嘴角抽了抽。 他冷哼了一声, 握起了拳头, 上次输给你是大意了, 这次我不会再让着你了。 战思琛没有动, 看向他的目光有点散漫, 你高兴就好。 小陈从林青行的身上跳下来, 看热闹, 不嫌是大地鼓掌, 我去叫妈咪。 说这话的时候, 他已经咚咚咚地跑上了楼梯, 一边跑一边喊, 妈咪, 四爸要打那个男人给你出气了。 楼下的战思琛, 锤在一旁的手, 忍不住有点痒, 想打儿子。 顾云念在书房里开会, 听到小陈的喊声, 顿时有些无语, 就他四师兄, 打战思琛。 他承认, 四师兄确实不弱, 但是对上战思琛, 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索性会议只剩下一点尾巴了, 他交代下去, 然后就关掉了视频。 他随手端起已经空了的咖啡杯下了楼, 看见战思琛坐在沙发上, 并没有和四师兄真的打起来, 顾云念才松了口气。 他看了战思琛一眼, 小陈你也看了, 礼物也送了, 怎么还不走? 战思琛一挑眉, 怎么, 就这么, 怕你四师兄输? 林青行顿时被他这句话给挑衅到了, 脸都黑了下来, 什么叫做怕我输? 战思琛, 你给我出来, 今天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 我就不是小八的师兄。 顾云念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无语, 倒也不至于, 他见四师兄是真的上了头, 也不再劝, 反正他们两个都有分寸, 就端着咖啡杯去厨房了。 战思琛见顾云念看都没在看他, 眸光微微沉了一下, 直接答应了林青行的腰战。 三小只听了消息, 纷纷出来观看, 连顾云念煮好了咖啡之后, 也端着咖啡, 靠在门口瞧着。 林青行见战思琛, 竟然一点防备的姿态都没有, 顿时觉得自己被轻视了。 他冷笑了一声, 提起拳头, 就朝着他打过去。 他上次在自己最自信的领域, 输给了战思琛, 那纯属是个意外, 这一次, 他不会让着他了。 他运起了师父教导的七伤拳, 拳拳带风, 力道十足。 战思琛也不遑多让, 每一招拳都化解了不说, 使出来的武术功法也不容小觑。 两个人你来我往, 打得极其精彩。 三小只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 尤其是小陈, 呼吸都变得粗了, 一张小脸激动得红扑扑的。 顾云念抿了一口咖啡, 他知道, 虽然看似他师兄林青行 与战思琛交手不相上下, 但是和战思琛打了那么多次的他, 看得出来, 这一次战思琛仍旧没有使出权力。 顾云念都能看得出来, 林青行又怎么能察觉不到, 他很生气, 对战思琛的攻势更猛烈了。 战思琛,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别给我弄虚的, 我不用你让。 林青行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脸上黑得, 简直像是能低出墨汁, 说出来的话, 语气也一点都不客气。 战思琛缓缓地勾了勾唇,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一次, 我将全力以赴。 说完这话, 他微微眯眼, 猛地发力, 出拳的同时, 修长的腿也扫了过去。 林青行立刻抬起手肘, 挡住了他的拳头。 这一拳的力度大的, 他感觉半边胳膊都有点发麻。 他痛快地笑了一声, 重新又加入了进去。 战思琛的武术招数层层递进, 缓缓相扣。 林青行知道, 自己不如他, 但是他还是想要淋漓尽致地打上一场。 哪怕是输了, 也痛快。 小星本来以为林青行会压着战思琛 把他狠狠地咒揍一顿的。 但是跑过来却发现, 好失望, 顿时在顾云念的旁边,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被顾云念听到, 他将小星揽了过来, 怎么了? 小星并没有压低声音的概念, 听到顾云念问, 就清脆地回答了。 四爸竟然不行, 我还以为他真的会和二哥说的那样, 那把那男人打一顿呢。 小星说这话, 就是单纯的字面意思, 然而这话落在林青行的耳朵里, 顿时听得他一个猎切, 差点没被战思琛一拳头扫到。 他幽怨地看了小星一眼, 心里富匪, 心薄, 四爸白对你那么好了, 你居然这么败坏我的名声。 战思琛见他分心, 原本要打在他脸上的拳头, 顿时停了下来, 他微微皱眉, 一脸不悦, 你不专心。 林青行反应过来, 也顿时有些心虚, 摸了摸鼻尖, 倾壳了一声, 演示道, 抱歉, 我刚才一时没反应过来。 小陈在旁边, 见两个人停下来, 顿时有些猛, 不打了吗? 战思琛脸去脸上的神色, 单手将刚才解开的袖口, 漫条丝里的扣上, 没必要打了, 胜负已定, 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林青行也有些尴尬, 当着孩子的面, 竟然输了。 不过这一次, 他输得心服口服, 从口袋里拿出了烟盒, 从里面抽出了一根地了过去, 战思哨厉害, 不知道, 你失诚是谁? 战思琛没有接, 目光淡淡, 他抬头看了, 靠着门口喝咖啡的故意念一眼, 缓缓道, 有孩子, 而且念念不喜欢。 林青行的手顿时僵住, 连忙收回来, 抬手拍了脑门一下, 清脆的声音, 顿时响了起来, 可以看得出, 他一点都没因为是自己的脑门, 而手下留情。 看我, 打糊涂了, 竟然忘了。 他将烟又塞回了口袋, 战思琛忧深的眸光, 落在他的脸上, 你输了, 该你兑现承诺了。 林青行, 顾云念在一旁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什么承诺? 小陈在旁边飞快地接到, 这个我知道, 四爸输了, 就得从咱们家搬出去。 顾云念四笑非笑地, 看了林青行一眼, 搬出去, 你住哪? 师父可是说了, 不许六师兄收留你的。 林青行心虚捂住了额头, 这不是没想到, 我会输吗? 战思琛静默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他答应打赌, 也只是不想让顾云念和林青行住在一起而已, 并不是为了为难他的师兄。 听到这话之后, 他思索了一下开口道, 我有一套空着的别墅, 你可以暂时住在我那里。 林青行有些惊讶, 真的? 战思琛淡淡地恩了一声, 就在这个小区, 我现在可以带你去。 林青行看向顾云念, 小八, 说话要算话, 那我就走了哈。 顾云念真是服了林青行了, 不过他也早就知道了他的不靠谱, 因此也没有别的太多的想法, 只是随便地摆摆手, 随你。 林青行去楼上收拾东西, 他本来搬过来也没带什么, 东西都是最近置办的, 搬走也很方便。 三小只没想到打了一场之后, 林青行竟然就要搬走了, 顿时有些不舍, 纷纷像是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 也一起上楼去了。 楼下就只剩下了战思琛和顾云念, 顾云念将咖啡杯放进了厨房的水槽里, 准备上楼, 结果忽然被战思琛给拦住了。 顾云念挑眉看他, 你要干嘛? 战思琛将那个小金锁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垂在了他的面前, 你之前上楼掉了东西。 顾云念愣了一下, 脸色顿时一变, 怎么在你那里? 战思琛勾唇, 沙哑着嗓子道, 叫你, 你不回头, 不知道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担心随手放在桌子上会丢掉, 所以就收起来, 准备亲手给你。 顾云念抬手就要去拿, 结果战思琛猛地一收, 就将那个小金锁的链子攥在了手心里。 他黑漆的眸子深邃幽暗, 直直地看着顾云念的表情, 然后缓缓地勾起了唇角, 看来很重要。 不然呢? 顾云念的动作微致, 他挑眉看了他一眼, 怎么要你给我, 还有条件? 战思琛嘀嘀地笑声, 明天一起吃个饭? 顾云念微微眯一眼, 我答应, 你就给我。 战思琛抬手将他的碎发别在耳后, 一脸温柔, 自然, 顾云念缓缓地勾起唇角, 忽然点起脚尖朝着他靠近, 甚至一只胳膊都缓住了他的脖子。 战思琛没动, 垂眸看着他, 顾云念露出了一个妖娆的笑容, 一脸妩媚, 那战思哨定了时间, 我, 一边说着, 他的手, 一边顺着战思琛的手腕向下摸, 想要将金锁抢回来。 然而战思琛却直接将那个金锁塞进了西装裤子的口袋里, 顾云念的动作一顿, 话也噎在了嗓子里。 他瞪着眼睛看他, 战思琛薄唇轻勾, 嗓音低沉沙哑, 他捏住了顾云念的下巴, 缓缓抬起, 怎么不说了? 嗯, 定个时间, 你一定来吗? 顾云念咬了咬牙, 一把将他推着按到了墙上, 然后栖身压了过去。 战思琛没动, 双手举着仿佛像他投降一样。 顾云念低头, 手塞进了他的口袋, 想要把那个金锁掏出来。 然而身后忽然响起了林青行的叫声, 干什么呢你们? 林青行脸上写满了错愕, 手急眼快一把将还没跑过来的三个宝宝, 给赶了回去。 见两个人分开, 林青行有些抱怨地看了顾云念一眼, 大庭广众之下, 还有孩子, 你也注意点影响。 顾云念看着不远处的战思琛脸上带着的淡淡笑意, 眉心猛的一跳。 手里捏着的金锁仿佛还带着他的体温, 有点灼热。 他捧着脸, 一脸不高兴,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闭嘴吧, 林青行不满地嘟囔, 我是你师兄, 又没大没小。 他回头看了一眼战思琛, 朝着顾云念比出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 然后压低了声音开口, 小八, 我没想到啊, 你竟然这么眼。 顾云念, 林青行, 你信不信我告诉师傅, 你回国了, 不但不自食其力, 还在我们这些师弟师妹这里蹭吃蹭喝。 林青行顿时错落地看了他一眼, 小八, 你不能被刺我。 顾云念轻飘飘地瞥了他一眼, 那你就闭嘴。 送走了林青行, 顾云念不再将金锁带在身上了, 而是缩在了保险柜里。 这是他母亲去世前留给他的唯一念想, 他得保存好了, 不能再丢一次了。 自从认了陆家之后, 隔三差五, 顾云念都会带着宝宝们去陆家吃饭。 三个宝宝很快就对陆家熟悉了, 甚至有时候不需要他陪着, 他们也会去看望陆老夫人和陆老先生。 陆老夫人一直想要给他办宴会, 将他的身份向整个圈子都公布一遍, 只是顾云念觉得麻烦, 一直也没答应下来。 陆老夫人顿时低落了下来, 长叹了一口气, 念念, 你跟外婆说实话, 是不是不想认陆家呀? 你告诉外婆, 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我们好改, 争取早点让你满意。 顾云念有些哭笑不得, 没有, 外婆, 我只是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们自己家人知道就好了。 陆老夫人顿时有点着急, 光我们自己家人知道有什么用, 外面那些人肯定觉得我们不重视你, 想欺负你。 而且, 外婆想让所有人看看你, 我这么好的外孙女, 怎么能谁都不知道。 顾云念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见陆老夫人这么宠爱她的模样, 嘴角忍不住上扬, 那这样吧, 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之后, 再让外婆你带着我出去炫耀, 你看怎么样? 对比之前她怎么都不答应, 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 陆老夫人顿时又可以了, 连忙将这个消息, 在家族群里一发, 让大家准备起来, 群里顿时就炸了。 众人纷纷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光把宴会订在哪个酒店, 就炒出了九九家的消息, 顾云念看得一阵头突, 连忙关上聊天矿。 陆老夫人在群里抛下了那个一个深水鱼泪之后, 就隐身了, 她笑眯眯地握着顾云念的手, 念念, 外婆还有件事想要问问你。 顾云念愣了一下, 什么事儿? 陆老夫人一脸慈爱地看着她, 你明天有时间吗? 顾云念让戴雷把明天的行程表给她发了一份, 看了一眼, 明天还好, 倒不是很忙, 可以抽出时间来, 怎么了外婆? 那太好了, 我明天要去见一个老姐妹, 她听说我外孙女找回来了, 也想见见你。 当年, 我们关系可好了, 你妈以前还跟她学过钢琴, 陆老夫人有些紧张地看着她, 眼里写满了期待, 顾云念见状, 顿时不忍心拒绝她了。 那外婆你看看定个时间, 我把行程推了。 陆老夫人顿时笑得眼角都弯了起来, 倒也不用特意推, 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告诉我, 我再约她安排就行。 顾云念也没想那么多, 让戴雷把她明天不重要的行程推一推, 然后空出了下午的时间出来, 告诉了陆老夫人。 陆老夫人很高兴, 没一会儿就安排好了, 把时间地点告诉了她。 你到时候直接从公司过去吧, 家里有车, 我从老宅走, 省得你还要再跑一趟, 乱折腾。 顾云念点了点头, 第二天, 她提前让戴雷安排了车, 结果车子才刚开出正新的地下停车场, 竟然就抛锚了。 司机有些紧张, 语无伦次地开口道, 我每天都检查, 昨天晚上车还是好的, 我真的没有, 顾云念打断了她, 没事, 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她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要是让她去再开一辆车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她微微眯一眼, 想着干脆叫我专车, 结果旁边一辆黑色的卡燕就停了下来, 车窗缓缓地降下, 露出了战司撑那张俊美硬朗的脸。 她刚从外面回来, 也不知道到底去干什么了, 浑身散发着一股冷意, 连毛子里都染着阴霾。 她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眼底的寒冰化开了一些, 嗓音低沉, 出去, 顾云念点头, 嗯, 和我外婆去见她的一个好姐妹。 她看了一眼顾云念急得满头大汗的司机, 淡淡地开口, 我送你, 顾云念没有答应下来, 不用了, 我叫辆车就行了。 战司撑拉开了车门, 长腿一声跨了出来, 低沉的嗓音在她的头顶响起, 只是送你过去, 你怕什么? 顾云念哼了一声, 翻了一个白眼, 谁怕了, 你什么脑回路, 我只是不想耽误你而已。 哦, 战司撑缓缓地勾唇, 单手轻轻地扯了一下领带, 不耽误, 我已经下班了。 坐在前排的张帅听到这话, 满脸写满了无语, 如果不是怕被扣奖金, 她真的想下车, 狠狠地摇晃一下他们总裁的肩膀, 你下午还要去分公司视察的。 顾云念自然不会相信, 没忍住笑了出来, 轻挑地看着她, 这话说出来, 你信吗? 现在还不到下午两点, 你跟我说, 你下班了? 战司撑一点被拆穿的尴尬都没有, 但定道, 我是总裁, 什么时候下班, 我说的算。 顾云念有些无语, 漂亮的眼睛里泄露了一丝不知道是什么的情绪。 战司撑上前握住了她的手腕, 语气霸道, 不容拒绝, 上车, 顾云念自嘲地笑了一声, 挑眉看着她, 既然你都不怕耽误工作, 我怕什么? 她也不用战司撑拉着她, 直接弯腰就上去了。 战司撑眼里闪过了一丝笑意, 弯了弯嘴角, 为了夫人, 耽误些工作怕什么? 顾云念好一阵无语, 你差不多得了。 战司撑上车, 随后关上了车门后, 坐在前排一直安静地当不存在的张帅, 才弱弱地开口, 那个, 顾总才好。 战司撑隔着后视镜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张帅顿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 他抬手摸了一把脖子, 咽了下口水, 那个, 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顾云念报了地址之后, 中间的挡板就被司机非常自觉地给升起来了, 他眼里顿时露出了一脸的无语, 战司撑见状, 嘴角勾了一下, 决定回去就给司机和张帅加工资, 一路战司撑都拿着平板在处理公务, 顾云念也没说话, 车内安静地, 甚至有些温馨, 顾云念都不敢相信, 竟然还会有一天, 他和战司撑能心平静和地坐在车里, 从公司过去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没一会儿就到了, 远远的车子停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 前面就是约好的那家餐厅, 战司撑抬眸朝前看去, 忽然目光一凝, 因为餐厅门口站着一个熟人, 手里还抱着好大一束的红玫瑰, 车内, 战司撑收回视线, 转头看向旁边顾云念时候, 眼眸逐渐加深, 我送你进去, 顺便见见外婆, 顾云念没看到餐厅门口的白玉修, 听到这话,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吃笑了一声, 抬手别了一下发丝, 仰起下巴看了他一眼, 当然不需要, 战司撑, 还是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 战司撑突然俯身凑近他, 嗓音低沉暗哑, 不让我去, 是心虚了? 顾云念翻了一个白眼, 抬手按在了他的胸口, 阻止他继续靠近, 我心虚什么? 战司撑抬起他的下巴, 强迫他看向自己, 比如说, 你约见的并不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顾云念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顾云念推开他, 单手去拿手机, 却没想到, 战司撑忽然凑近, 直接低头吻了上来, 顾云念试图别过脸, 但是战司撑却没给他避开的机会, 薄唇贴在一起, 他的呼吸温热, 柔软的唇, 紧密地贴合着他的唇, 细密地描绘着他唇绊的形状, 顾云念呼吸一顿, 想打人的心都有了, 战司撑像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似的, 按住他的那双手, 强行地挤进他的指缝, 与他食指相扣, 然后用力加深了这个吻, 顾云念气得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血腥味浓郁, 然而战司撑却像是被刺激到了似的, 吻得更用力了, 直到他拿到了顾云念的手机, 顾云念狠狠地瞪着他, 你还给我, 战司撑眼里带着浓重的醋意, 一想到他打扮得这么漂亮, 出来约见别的男人, 甚至还是他主动将人送过来的, 他的心里就一阵不舒服, 手机上并没有备注, 只有一串数字, 战司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 他抿了抿唇, 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既然没有心虚, 那就当着我的面接, 凭什么? 顾云念冷冷地看着他, 战司撑的拇指在他的唇上妈撒了两下, 擦去一出唇线的口红, 然后指尖用力地按了进去, 就凭,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男人染指你, 手机的铃声切而不舍地响着, 大概是太久没人接, 缓缓地停了下来, 只是屏幕才刚黑下来, 又再次亮起, 顾云念一把将手机从他的手里接了过来, 然后冷笑了一声, 好啊, 我接了电话, 你就滚, 顾云念扔下这句话, 就将电话接通, 调整成了供放模式, 电话里顿时传来了一个慈祥和蔼的声音, 念念呀, 你到哪里了, 顾云念挑着眉, 冷笑着, 看着战司铮, 用力地甩开他的手, 拉开车门就要下去, 战司铮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将他拉了回来, 你干什么, 顾云念冷声, 我下车,